第586章 乌朝圣古 这片小世界内草木丰盛 灵药遍地 潮汐澎湃 存在大量先天惊奇 这是一片太古的天地 我终于知道太古种族为何那样强大了 他们所生活的年代 大环境就是这样 灵气如水 肯定进步神速 这样一株株古墨 耸天入云 都生长数万年了 还没有死去 如果在外界早已干枯了 东方爷他们不得不吃惊 这是一片与太古一样的灵界 充满了玄秘的契机 在这片界中界内 各种奇真异物都可见到 但是有一点很奇特 古墨无法化形 奇兽不能杜戒 此地有一种神秘的阵纹 压制了一切 存在无比强大的兽王 但是却没有人形的蛊腰 这片小世界 叶凡正正出神 他觉得浑身舒泰 毛骨舒张 很容易进入悟道境中 外界大天地的法则变了 不适合圣体修行 只能逆天前进 而此地则不同 保留了太古的一切秩序规则 与他的肉身相合 仙道尝自己 鬼道尝子兄 高尚清灵美 悲歌朗太空 唯愿仙道成 不愿人道穷 叶凡随口送道 说完之后 他自己都一证 这是插骂动物的灵光 这片小世界 让他心中空明 道境相随 这可真是个好地方 在此修行一载 抵得上外界数十年功 端得措手 眼神炽热 竟想将这个小世界给收了 除非是远古圣人来了 不然没有人可以收一个小世界 老瞎子一喊摇头 这是一个有灵气汇聚成的水洼 野蛮人惊叹 就在前方有一个水洼 不过一米见风而已 彩霞缭绕 精气喷勃 流霞易锐 艳丽而祥和 它由天地精气 液化后形成 在水洼旁边有一些圆块 化形成剔透的精体 此外有很多灵药生长在旁 这是一种园 我们见到了它的演化过程 几人皆惊悍 而后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寻觅 若是能够找到神缘水洼 那就真的是无价心脏了 因为神缘夜可让一个人自封 永世长存下去 对于大地以下的所有人来说 那是间接获得长生的一种途径 太古的王族都是这样存活下来的 神缘夜 断胖子惊叫 一下子扑了过去 在一种参天古墓下 有一个小水坑 不过拳头那么大 神光冲起 将整株古树都映衬得一片璀璨壁 几人都围了上来 嘖嘖称奇 太古岁月逝去 到了如今 这种神缘夜早已成为了传说 根本不能得尽 可以让你的一个拳头 或者是两个眼睛 长存不朽了 叶凡笑道 断胖子呵呵个不停 取出一嘴小鼎来 将神缘夜小心地封了进去 以凡傲的密法施加了八十一重封印 生怕它立刻凝固 继续找 说不定能够找出一片神缘湖泊来 断得不满足 想要有更大的收获 可惜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纵然是在太古年间 神缘夜也极其罕见 可遇不可求 嗷 远处传来吼声 壮丽河山都在咬动 乌尽陵木乱叶纷飞 叶片绿光朔朔 灵妖芬芳土霞 跟随摇摆 妈的 那是一头龙 老瞎子惊得眼盘翻了过来 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动 比谁的眼神都明亮 八九里外 那片巍峨丽山中 有一条龙月空而上 长达二百余杖 青林片朔朔 龙头高昂 神角分叉如岭 野蛮人眼神赤裂 道 我吃过一头野龙 他们说其实是焦而已 难道今天真的有幸见到了一条真龙 一位老僧 一位老僧 两位绝顶大能 正在降龙 三人联手大战 他也不过平手而已 无比激烈 那是一头蛟龙 早已正到位蛮骨受亡 甚至快突破了 利亚三位人族巅峰强者 果然强大 老瞎子终于确定了下来 另一边的天空火焰滔天 那里有一株扶桑树 耸入天穹上 上面有一个乌巢火焰腾腾 一只三足金乌划破残空 与两位皇主大战了起来 金色的鸟身如黄金组成 神燕将半边天空都快烧得塌陷了 这里遍地都是宝啊 此时老瞎子的双眼比谁都犀利 射出两道绿光跟狼一样 望穿了扶桑树上的乌巢 里面有三枚卵 虽然它们不是真正的金屋 但是好好培养的话 将是无以伦比的强大神钦 他想断得借星河王 生前留下的唯一法宝星河 想要盗取一枚金屋卵 培育成一只秦王 当作作祭物 不用想也知道 这样的金屋一旦成长起来 比圣主都要厉害两分 珍贵无比 没有人不动心 可是现在去倒带 无意于火中取栗 动辄有生命危险 你到底借还是不借 老瞎子翻白眼 解宝贝的倒成了大爷了 老帮子我告诉你 你云落不要紧 但一定要将我的星河给还回来 别弄丢了 段德不情愿地借给了他 哗啦 星河横空如一道天河一样 一下子扑展了出去 将几人都带向了扶桑树上 跟着飞了过去 老神贵 你把我们也带上来了 主位帮帮忙吧 我一个人不好接近那株古树 老瞎子告罪 众人都无言了 所有人都想踹他 但是已经飞上了高空 眨眼没入了古树枝叶中 再退走 已经来不及了 这株扶桑古树 比周围的大山都高出半截来 耸露天穹 通体呈淡金色 有无穷烈焰在燃烧 这株古树都是一宝 可炼化成火系神宝 断得流口水 他并不是真正的扶桑神术 这是一株相似的火树网 相传真正的扶桑墨在仙界呢 器具有不朽的古金屋 纵然是仙人都无奈 老瞎子道 火树网 淡金色叶片 哗啦啦作响 烈焰腾腾 灼热难挡 他们全都运起神通 才能够抵挡 乌朝内有三枚金色的卵 并不是多么巨数 都不过人头大而已 但却流动出强大的神力波动 每一颗卵都像一个金色的火球 温度炽热的吓人 隔着很远就让人浑身有胶着感 我只取走一枚神软 不会绝了这一种神情的血脉传承 老瞎子口颂道号 一副悲天命人的样子 明明是偷蛋贼 还这个样子 野蛮人鄙视 他本来也想抱走一枚神软 可是现在却不好意思了 不对 这乌朝中有质宝 刚一接近 段德就叫了起来 其他几人也感受到了异样的契机 神圣祥和浩大 有一股纯净的本源力在流淌 让整座乌朝都一片空明 非常的奇特 支支支 段德袖子中的那只灵鼠叫个不停 他是寻宝鼠的后裔 虽然血液稀薄 未能通神 但在这么近的范围内 还是能有所感应的 他们降落在乌朝上 几乎险些栽倒在地上 一种浩瀚的伟力在汹涌 让人忍不住颤抖 神悟 既然终于发现了异常 在乌朝中心 那三枚金色的卵下 有一根骨头 非常的骨臼 流动有淡金色的光滑 圣人之果 不灭的圣果 这是自画为道 遗存下来的圣果 他们接警叫 远古圣人纵然死去 血肉也会长存不朽 可是有的圣人 不愿意留下行骸 会将自己化掉 但是偶尔会留下一两根 最坚硬的骨头 那是他生前最强大的部位 化到时都未能够磨灭 永存了下来 这是一位圣人化到后 留下来的壁骨 是无价神物啊 若是炼入兵器中 不可想象 他们都心动了 一骑出手 向前抓去 连绝有情 这么出尘淡然的人 也忍不住挥出了菩提枝 绿叶闪烁 不过谁也无法快过叶凡 因为他掌握有形字绝 一下子就抓到了手中 在这一刻 他通体俱阵 圣骨蕴含有无上伟力 让他心神积一颤 叶兄 将这根圣骨送我吧 算我欠你一条命 野蛮人郑重开口 断得老瞎子也叫了 愿意付出一切宝贝来交换 比如星河 龟甲 神王 兵等 再加上数十上百万金元 都没有问题 这根圣骨 与我来说 太重要了 东方爷 郑重请求 说了一些情况 他来自中州 一片蛮荒古林 他手持的狼牙棒 本是一件无上神物 可惜 在远古时代 一场京士大战过后 被重创了 想要修复 需要圣骨这样的神物 炼化进去 别告诉我 这狼牙棒 原本是一件圣人兵 断得等人都很吃惊 野蛮人没有回应 而是看向叶凡 道 一会儿 我去帮你夺古镜 我自己有远古天空 不需塌法啦 叶凡想了想 他有万物母气顶 远古圣人 画道后留下的 唯一圣骨 虽然厉害 堪称无价神物 但还是比不上他的顶 于他来说 并无多大用 当下他直接递出这根圣骨 递给了野蛮人 他知道 以后肯定多了一大壁住 野蛮人无比激动 道 日后 只要再将圣人的法则刻上 这根狼牙棒就彻底修复了 老虾子与段德眼中火热 但还算讲究为自相残杀 并没有去抢夺 别失望 我送你一枚金屋卵 叶凡笑道 将一枚炽烫烫手的金色神卵 递给了老虾子 这本来就是我要取走的 老虾子翻白眼 咦 这里有一块绿铜片 野蛮人蹲下身子 从脚底下的乌巢缝中 取出一块烂铜片来 也不知道存在多么久的岁月了 绿袖斑驳 在绿铜片上 袖记也难掩住那些刻寒 密密麻麻 上面卷刻满了小字 如一部天书一样 竟有道运流通 叶兄弟 给你看吧 野蛮人递给了叶凡 第五百八十七章 心类绿金书 一块烂铜片 其薄如纸 绿袖斑驳 卷刻满了迎头小字 密密麻麻 流动一种玄秘契机 如道的痕迹 端德的眼睛 当时就立了起来 射出两道骇人的光芒 如恶狼一样 扑了上来 抢夺这块烂铜 砰 叶凡与野蛮人 几乎同时出手 如此近的距离内 三人都是肉身响触 发出轰鸣 乌超巨震 断德门恨 道退了出去 双手血流如柱 左右手的虎口都被阵裂 血水鲜红 鼓鼓而涌 在这个世上 没有几人可与叶凡 还有野蛮人比肉身 这样的对抗 连神朝的皇主来了 也要吃亏 断德的手 不过是在淌血而已 并没有化成肉泥 足以说明了 他的强大与可怕 其肉身很坚固 你什么意思 东方爷 瞪起了眼睛 盯着断德 而这个时候 他将烂铜 交到了叶凡的手中 我只是想看一看 断德不顾伤势 神色激动无比 依然不顾一切的 凑了上来 他双眼一顺不顺的盯着烂铜片 眸光深邃 似是想一眼望穿绿铜 几乎要将心神沉寂了进去 别人也许不知道 但叶凡却明晓是怎么回事 当年在东方妖地粉肿前 人世至宝绿铜快出世 平淡无奇 断德失之交臂 落下了心病 此刻 断胖子盯住绿铜片 肯定是想到了很多 所以不顾一切的抢夺 想要看个究竟 同时 叶凡也是心中一动 莫不是这片烂铜 真的与他体内的绿铜块 有什么关系不成 他持在手中 仔细观看 而野蛮人 则拎着狼牙大棒 挡在前方 对断德虎视眈眈 严加戒备 这是 叶凡变色 大吃一惊 盯着这些密密麻麻的 迎头小字 皱起了眉头 你看出了什么 让我入手一贯 断德呼吸急粗 上面写了什么 老瞎子也凑了过来 喊是易动 盯着这块绿铜片 绝有情也走了上来 美眸流动神华 凝视生满绿绣的古老铜片 露出疑惑与不解之色 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叶凡道 几人都等着他说下文呢 不曾想 却是这样一句话 给我看一看 老瞎子与段德同时伸手 东方野则直接的 以大棒子横在了前方 拦住了他们 除非你们是太古生物 不然根本不可能认识 这是最古老的神闻 叶凡摇头道 现在他已经确定 这块铜片与体内的绿铜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两者间没有异常波动 且他在这片绿铜上感受到了一种如火一样的炽热 有一种莫名大道神韵 与体内的绿铜大不相同 这是 此时东方野也不拦着了 几人一起观看 共同盯着铜片 且面面相去 这是太古神闻 为过去上万古族共用的文字 相传为古前神奇所创 最为古老所有种族通用 段德终于有机会抚摸到了铜片 南南道 不是绿铜 他有些心不在焉 而后悲愤不已道 曾经有一块人事质宝摆在我的面前 而我却他妈的 哎 这胖子磨正了 野蛮人撇嘴道 叶凡富匪 这死胖子念念不忘 看来当初与绿铜块错过 让他受了不小的刺激 此刻老瞎子眼睛睁得很大 端得不抢了 他却想动手了 叶凡警惕的后退 不给他看 我只看一眼而已 又不抢 对了 我怎么看你眼熟啊 你是我客户吧 我卖过你心脏图 叶凡翻白眼 道 你这老骗子 说好是孤本的 结果印了一千多张 你坑了多少人呢 谁坑人了 如假包换 不然你怎么能够找到这里 老瞎子磨叽 一副我不是奸商的样子 几人都无言了 市面上的仙藏图都是他卖出来的 可以说来这里的人除去少数几个大势力外 都是他的客户 绝友情突然开口 道 太古前的东西保存至今都不朽 一定刻有无上符吻 不然的话 纵为盖世归宝 都要尘归尘 土归土了 这是仙类绿街 段德纳过门来了 伸出一双胖手 又想抢夺 老瞎子也不例外 叶凡无言了 这俩人跟黑黄有的一品 尖归宝就想往自己怀里滑了 这真的是一片仙类绿街 与西黄母留下的仙类塔 是同一种神采 且刻有无上的神闻 他们终于确定 这块烂桶了不得 并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不堪 妈的 真是个败家子 太败家了 拿仙类绿金注一叶术 让他人情何以看 连大地都不见得能够凑齐圣物 锻炼自己的吉道圣兵啊 段德教导 太奢侈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仙类绿金啊 是因为有摇尺有一块 筑成了西黄塔 咱也寻不到另一块了 老瞎子也心疼 不过他们虽然这样说 但是却都不断的向前凑 磨记这张纸上的神闻骨子 现在不用多想 谁都知道 敢以仙类绿金当作纸张来记载这些文字 肯定价值连成 这些字绝对非同寻常 哎呦 妈的 段德与老瞎子同时诅咒 感觉脑瓜仁一疼 倒退了出去 揭露出了骇然之色 这仙类绿金指中 果然有无上的神闻 想要以神念记下这些古字 很有难度 两人这样说道 叶凡盯着看了半天 一个字也不认识 尽管知道这是一叶仙真 但是却读不出来 甘瞪眼没有办法 西莫 须弥山上有人识得太古神闻 绝有情开口 他很田径 声音略带着雌性 很是动听 须弥山超然事外 神秘无比 很多人都相信 那里可能还有一尊活着的古佛 无人敢去闯 有机会 定去须弥山请教 叶凡道 现在打死他也不能去 世家母女都从西莫退走了 成为了禁忌人物 叶凡也来自星空的彼岸 若被须弥山的人发觉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以后绑架一个太古生灵 让他堵出来 东方也道 很是彪悍 将强大的太古种族当成了积压 叶凡觉得这片绿铜过于吸针 不好意思揭在手中 道 这太珍贵了 远古圣人画道 留下的唯一圣骨 千锤百炼而不灭 可以说凝聚了他一身的奥妙 为绝世神物 这你都没有犹豫 直接的递给了我 这块绿铜片 你也尽管收下 东方也道 最终两人各自收了起来 皆心满意足 内心激动无比 这根狼牙棒将来肯定会恢复为圣人的兵器 而且必会超级强大 毕竟融合了一个圣人的全部精华 断得鼓动 心里绿金纸 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是将来说不定可以溢出一步仙境来 老瞎子抱着神卵道工 五人离开乌朝 怕成年的金乌壮剑 溜至大吉 出现在另一片山脉中 有一个水蛙 是神源夜 断得惊呼 扑了上去 不得不说这死胖子 运到很强盛 这一次 他发现了一处持续见方的水洼 又是由神源夜行成 神光璀璨 将周围的古墓都映照得鲜绿如玉 这么多神源夜 能在体表涂抹一层了 我想能把我封起来万八千年了吧 如果卖给那些圣地 绝对可以换来一件王者神兵 老瞎子眼红道 你不是懂得墓葬学吗 赶紧找出来那尊神灵葬在什么地方 早点把那口棺材给挖出来 不然让那些皇主妖主再次截足先登 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断得平静下来 盯着这片小世界 正正出神 道 我怎么觉得每个地方都适合藏人呢 真不愧是仙藏之地 这个小世界并不大 可是每一座山都要挖一遍 也会累死人的 夜凡上前 以原天神术观地势 寻龙脉 索乾坤 窥测天机 想要找出仙藏地 这个戒中戒 比外面的仙人横卧图还选 他猝起了眉头 盯着群山中的一道山岭道 你们看 那像不像是一个仙人服侍图 众人闪目观看 越观察越觉得神色 灌木匆匆 灵铺垂落 犹如蝶血 鲜石横卧 陨落群山中 当时葬在那里 夜凡提供了天地大师图 断得快速做出了推测 接下来就是看他如何寻墓穴了 无人振奋 祭出星河 化成一道瀑布 跃山而过 出现在这道诡异的山岭前 止住脚步 像是一道天寒嵌在此地 老夏子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条山脉的形状很怪 像是仙人服侍 但却流动天道契机 刚一接近 就好像听到了有人在诵古经 大道轮音浩大而玄妙 仿似从九天上落下来 不断往人耳朵里钻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清 很是焦躁 果然是神妙莫测之地 绝有情开口 手中的菩提枝流动绿霞 趁那几个皇主 妖主 神僧还在其他的地方寻灭 我们赶紧的进去 将仙藏取到手中 东方也催促 断得绕着山岭转了一圈 而后登上了一座枯崖 道 此山绝不能硬汉 不然必有杀身大祸 我们从此进入 枯崖上有一个古洞 正是浮尸在地的仙人的嘴巴 通一样地脉深处 刚一进入古洞中 几人都变了颜色 神力被压制得厉害 有一种无上威压 从地脉深处传来 让人挤欲跪倒在地 堪比古之大地的气息 与复活的极道圣兵相似 叶凡经历过北域神城大战 当时有人想杀江神王 连极道圣兵都借来了 他亲身感受到了两件极道圣兵复活的经过 差点将方圆多少万里都毁灭 必有古前神灵的尸体 断胖子对于墓葬学来说 称的是一个权威人士 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神灵啊 种种迹象表明 真的可能存在事件 我们即将见到了 老瞎子倒过 神奇念已出现 如果没有神灵葬于此地 实在解释不通 每一个人都很激动 也许他们将要见证一处神迹 第五百八十八章 古神观果 几人沿着枯崖上的石洞 一路前行 深入地脉深处 在地上不时发现圆块 将整座古洞照映得一片晶莹 滴答 岩壁上有水珠坠落 流动出五色光彩 落在地上清脆动听 如妙音在弹奏 让鼓动显得更加幽静 叶凡他们在忽明忽暗的洞府中行走 心虚难以平静 地脉深处那种磅礴的气息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若无意外 那当是神灵的尸体 可是却比复苏的极道圣兵 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一片汪洋在涌动 让人灵魂颤立 哗啦啦啦啦啦啦 铁链晃动的声响 若隐若无的传来 在这忧森的洞府中 格外的吓人 仿佛来自地狱的鬼音 有魔鬼在挣脱枷锁 又前行了树里 风声乌乌 从其他岔路口中吹来 阴气袭人 那些岔路黑洞洞一片 如神渊一样 他们没有探究 也不能去理会 天知道那些漆黑的岔路 会有什么 而今只朝这条 有光滑的主地脉前行 咔嚓 这一路上 不时见到一些异种猿 结在岩壁上 被掰下来后 发出清脆的声响 缭绕着绚烂的霞光 甚至他们采决到了 几块神缘 光滑璀璨 映照的鼓动一片通明 如同梦幻一样 这个鼓神可真是灰犬地方啊 估计将此地挖开 会发现有不少缘 是一片珍贵的宝地 前方的契机越来越盛了 让他们心中压抑 如面对着一座高耸入云的魔山一样 振振的心机 又窒息的感觉 这样下去 我们都不一定能够接近神灵的观果 恐怕距离还很远 我们的身体就承受不住 会归裂的 神奇 让太古的皇 荒古的大帝都疑惑 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 而今 他们也许将要见证一个奇迹 前方有一片古墓挡住了去路 让人很惊讶 这地底世界中居然生有这样一片参天古墓 在圆筷的映照下 一片碧绿 鲜嫩欲滴 生机勃勃 但是几人却感觉到了危险的奇迹 啊 一声让人头皮发麻的凄厉叫声传来 跟恶鬼在嚎叫没有什么区别 仅仅一刹那间 就让人浑身的寒毛都倒竖了起来 咻 一道黑影如恶魔一样窜了过来 猙獰的扑杀象几人 带来了阵阵恶风 凶残的气息扑面 魔鬼缘 断得吃惊 脸色雪白 登登登倒退 几人皆变色 全都后退 这是一只高能有一丈的鬼缘 浑身长有黑色的鳞片 乌光闪闪 惨烈 煞气 萦绕 他的两只眼睛 怨毒无比 像是时事仇人见面一样 铁钩一样的爪子 探了过来 要将几人开膛破肚 这是在古墓中滋生出来的生物 很难对付 超级危险 断得大叫 提醒几人 当 断得祭出一块铁印 如山一样压了下去 可是在魔鬼缘的利爪下 火星四射 成为铁粉 要知道 断胖子身上的每一样器物 都是难得的宝贝 可是却不抵魔鬼缘一击 可想而知他的可怖 啊 魔鬼缘 七力长叫 如一个逃出地狱的厉鬼一样 又一次扑杀了过来 若是一般人足以活活吓死 嗡 东方也出手 他手持远古圣人画道后留下的唯一圣骨 一抹金光流动 猛力轮动了出去 啊 魔鬼缘惨 惨烈死叫 无比灵巧 唰的一声 倒推了出去 驯如鬼魅 对这根金色的圣骨很惧怕 世上竟真的有这样一种东西 这是一只魔鬼猴子 妈的 真要大战起来 可以生猎绝顶强者 老瞎子吃惊 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了 前两次 在羽化王 还有星河王的古墓中 差点身死 段德心有余悸 魔鬼猿猙獰无比 浑身黑色鳞片闪烁 他胸利地盯着那根肾骨 一时间不敢上前 而后 他突然发出了一声长鸣 如夜宵啼叫 时间不长 古墓林中又冲出来了四只魔鬼猴子 全都高有一仗 凶狠而惨暴 将几人包围 传说 这是古代的绝顶人物 失变后化成的 一下子来了五头 我们喂 老瞎子 作牙花子 几人退到了一起 几个魔鬼猴子 也未敢进攻 对圣人的壁骨非常的恐惧 低沉的丝毫个不停 时间长了 他们肯定会进攻 这可是大事不妙啊 夜凡皱眉 段德咬了咬牙道 比我不得不动用底牌了 他取出一盏古旧的铜灯 黑不溜秋 灯火长鸣不灭 打开灯罩 顿时有一股莫名的契机散发出来 火焰无比柔和 神圣无比 将这片古木林照耀的一片绚烂与光明 此灯并不是多么刺目 可是光芒却浮远不至 可以穿透进每一寸空间 无阴影可循 神圣气息弥漫 五只魔鬼猴子惊恐倒退 叫个不停 愤怒而又害怕 甚至战战兢兢 身体都忍不住颤抖了 这灯 老瞎子震惊 死死的盯着 看个不停 道 这铜灯中的油 难道是取自圣人身上 此话一出 其他几人都大吃一惊 略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没错 这盏灯壳算不了什么 但是里面的油 却是从远古圣人体内熬练出来的 勇士不熄灭 可以趋吉避凶 段德承认 这是他从明王墓中带出来的 初见时 惊得他三天未睡着觉 圣人油灯一出 五只魔鬼猿下退 油灯的光芒 一击散发出的气味 让他们发自灵魂的恐惧 不敢久留 事实上 圣人画到留下的壁骨更珍贵 只是他过于内敛 没有外放出无上圣威 因此不如这盏绝世油灯效果大 这盏灯不要收起来了 前方指不定还会出现什么 我始终担心神奇念会再次出现 老瞎子心有忧虑 外界数千人 同送往生咒 还有杜仁静 无尽的神光封住了通天梯 神奇念还能进来吗 这可说不准 多半还会有其他的路径呢 几人交谈后 无人都心中紧张 唯恐遭遇那尊真正的盖世恶魔 当时谁可降服他 呼啊 前方铁锁摇动的声音清晰可闻 让人发慎 像是来到了地狱中一样 一条黑色的河流 无声无息 平静的流淌 横断潜路 如一条黑色的深渊一样 几乎要将人的心神与灵魂 吞噬进去 他很平静 没有一点风浪 甚至没有一朵水花 可是却黑得让人心悸 九万之下 神魂都要破碎了 真是太阴真水 平日间 若是能得到一小葫芦水 就被修士视若珍宝了 可是这里却有一条河 几人都目瞪口呆 同时心中悚然 这个地方太怪于可怕了 到了此地 他们的神力被压制得更厉害了 断德的星河都无法飞行了 不能横渡过去 恐怕中州的爵士皇主 来到了这里也不能飞行了 黑色的大河上方 有一条铁锁 哗啦啦咬动 漆黑如墨 闪烁着点点森光 连到了对岸去 盘锁渡河嘛 不能盘过去 你们看 这条铁锁上有生物 几人仔细观看 皆浑身深寒 竟有不少尸体缠绕在铁锁上 眼睛开合 露出绿油油的光芒 上古骑士 他们也是后世闯进来的高手 并非太古前的人 死在了此地 细看可以察觉 这根铁锁大有讲究 名为安魂铁 是一种奇珍 天生吸引尸海和保尸体不符 也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 铁锁上缠绕了不下数十具尸体 每一个都很吓人 从他们的服饰来看 存在无尽久远的岁月了 都是决定人物 不然尸体不会通灵 怎么过去 竟然犯难了 忽然一条白骨粥 悠悠泛水而来 飘到了岸边 有数千颗雪白的头骨铸成 让人生畏 这一定都是神奇念搞出来的 不然古前的神灵 绝不会弄这些害人之物 登船 我们有圣人游荡 外邪不起 太阴珍水中 即便有莫名生物 也不敢侵犯 巫人没有过多的犹豫 登上了白骨船 向对岸飘去 在这个过程中 段德手中的古灯 流动出祥和光芒 将古船照得一片光明 哗 他们刚登岸 河中就翻腾起了巨大的烂花 露出一条背鳍 一条如龙四胶的血色生物 沉入水底 可以生存在太阴珍水中 这只生物多半来头吓人 叶凡与东方也都很吃惊 他们的肉身很强大 但是却不敢说 可以这样的出入黑色的太阴珍水内 赶紧前进 我觉得那些皇主与妖主 还有神僧 也快赶到了 一定要赶在他们的前面 得到古境与仙镇 他们虽然想加快速度 但是却走不快 因为压力越来越大了 纵然祭出各种古堡护体 也如在泥沼中前行 是尸体的强盛气气 还是有一件急到圣兵 镇压在此 他们觉得身体都快承受不住了 那种压力让他们骨头都要崩断了 到了 你们看 前方是一片仙地 他们来到了地脉的最深处 终于见到了所寻觅的仙藏之地 无尽掀起迎面扑来 让人要巨峡飞升 前方流霞一锐 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有上万条大龙盘旋 无尽光滑在缭绕 掀起迷蒙 那里有一座如巨大的金字塔一样的高台 当然 并没有尖顶 最上面很平整 它完全由五色玉石铸成 这座高台能有万丈高 玉台一步一街 从哪里都可通向顶端 无尽掀起迷蒙 如同来到了仙界一样 足有万丈高 可这里是地脉深处啊 定然又有空间法则 奥义 万丈高的玉台 无比的宏伟 混沌汹涌 掀起弥漫 上万条大龙在盘绕 极其壮阔 终于到了仙藏之地 你们看 上面有一口棺果 多半就是它 藏有神领 他们的神力被封得差不多了 但是神念还有灵觉还在 感受到了那种压迫 一口骨棺 横在万丈高的玉台上 几乎要压塌万古 我们如果能够打开古怪 将是万古以来 第一个见到神灵的人 第五百八十九章 历汉大能 万丈高的玉台 一阶一阶而上 龙月黄祥 混沌环绕 尽管几人都知道那不是真实的 但还是心惊 青龙神皇 非常的逼真 足有上万条 有仙气化成 为五色玉台 增添了一种神秘契机 若是凡人 纵然仰视上方 也什么都见不到 毕竟五色玉台 高达万丈 但是几人都神目如电 穿云破雾 隐约可见 上方一口棺果 陈旧而古老 透发出无尽的沧桑 虽然长不过一丈 但却像成载了万古 装进了岁月 什么沧海桑田 什么茫茫大地 什么无垠星空 都不抵观过一角 它仿佛凝聚了古今未来 贯穿了上下五万年 到了此地 没有人能够安然度过了 机体将要崩裂 浑身剧痛 骨骼都在作响 在这五色玉台上 有无尽恐怖威压 如潮汐澎湃 浩荡天地间 让人的身体将要崩碎 古之大地的极道复苏了吗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这种盖世威压 唯有在北域神城一战时出现过 任何修士都无法抗衡 这难道只是一具尸体发出的吗 他生前会有何等恐怖的威胁 他们不得不悚然 此时来到了五色玉台 不远处 根本没有办法再前进一步了 任何古堡都无用 此时 每一个人的神力都被严重压制了 虽然还能施展出法力 但却不怎么顺畅了 到了现在 叶凡与东方也毫无疑问 最为适应环境 两人的肉身比圣主都强 神力虽然减弱 但是战力却未下降 一个古老的官国 很有可能早在太古前就存在了 世间有无神灵 将在今日揭开谜底 官国并未横沉万丈玉台上 而是在其上的虚空中沉浮 悬在了混沌与仙气中 如有生命一样 完了 我们只能止步于此了 根本无法再前进一步了 怎么办 东方也道 万丈高抬在前 却没有办法接近 从上方浩荡下的契机 让人难以承受 几乎又形神俱灭之恶 一群小杂鱼也走到了这里 不止死活 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传来 他背负双手而来 杂鱼你说谁呢 东方也舔了舔嘴唇 这是野蛮人要出手的仙招 将手中的大棒子抬了起来 别冲动 这是一个大能 老瞎子阻止了他 一群杂鱼 这个年轻男子轻蔑地扫尸过来 慢慢踱步而至 带着一股破人的威压 叶凡他们觉得有些不妙 这是一个秉性不过关的大能 根本未将他们放在心上 想要清场 叔叔 就在这时 另一个声音响起 一个中年男子 步履艰难的接近了此地 很显然万丈玉台 给了他极大的压力 叶凡心中大呼不妙 坏事了 小姐的人到了 正是半步大能 萧志几次想置他于死地 叶哲天 萧志来到此地 一眼就发现了叶凡 双目圆睁 一声大叫就要扑过来 就是他杀了萧明远 旁边那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大能 神色顿时沉了下来 俯视叶凡道 你自己把自己管了 还是等我出手 叶凡一声冷横 什么也没有说 他步履清灵 如折仙一样 轻飘飘地滑了出去 直奔万丈玉台 他在顶着强大的压力前行 瞬间来到了玉台进前 到了此地 神力被压制得更厉害了 很难使出 叶萧儿 我看你还往哪里走 萧志阴彻彻彻地走来 如猫系老鼠一样 不紧不慢 逼致进前 萧云生 为萧太师的亲弟弟 看起来很年轻 但这并不是他的实际年龄 背负双手 魂不在意 夺步而来 俯视叶凡道 自己跪下来吧 叶小狗 我看你这次如何不死 萧志阴森森 一步就迈到了进前 手中持八卦子铜炉 用力拍了下来 在这一刻 叶凡没有拒异 而是露出了一缕 鸡笑之色 他从容出手 左手捏爆山印 向前打去 这不是昔日的印法 是在蛮荒世界的绝壁上 得到的无缺秘数 这是天地人三印中的地印 嗡 力之极尽 无比刚猛 如一片大地压了下来 这只结印的左手 压满了天空 恐怖绝伦 萧志冷笑 他是半步大能 一个画龙秘境修士 怎是他的对手 他手中的紫铜炉流动紫滑 压落下来 但是紧接着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神力不畅 在此地被严重压制 竟然无法催动起来自己的兵器 他目的警觉 这并不是让他不安的地方 对方实力远不如他 应该会被压制得更厉害才对啊 然而对方的手印并未被束缚 宝山印一出 如大地凌空 厚重大气 压该了一切 黑压压一直大手打了下来 打 在万丈玉台前 所有人的道理都受到了压制 无法顺畅使出 可是叶凡肉身强固 这是纯肉体的力量 宝山印 叶凡左手如一片黑风 打在紫铜炉上 发出一声轰鸣 劈了啪啦 铜炉裂开 坠落在地 后方所有人都静住了 一件交织出法则秩序的兵器 就这样被他以肉身给毁掉了 他的体魄强到了何种程度 退 肖云生大喝 一步就冲了过来 催动滔天法力阻挡 叶凡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左手 报山印 继续一阵 一座黑色的大月虚影印出 压向前方 肖致大叫 奋力倒退 双手推出 阻向黑色的报山之印 然而 却无力挡住 他的双手 一下子化成了血泥 被黑风压碎 接着双臂如豆腐一样 被叶凡的左手擦碰到 也拨得一声碎了 鲜血与骨头扎着飞进 后方众人都静住了 不过肖云生的法力 终于涌动了过来 挡住了叶凡的攻势 砰 一声巨震 叶凡倒退了出去 而肖致 即此量枪而归 双臂消失了 化成了肉酱 不复存在 在这藏仙之地 人和人的身力都被压制 叶凡靠纯粹的肉身力量 将一位半步大能重创 啊 肖致大叫 他几乎疯了 不敢相信这一切 凭他的实力 来多少个叶凡都可杀掉 然而 现在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一个照面 就被对方徒手给干掉了双臂 他怒羞愤恼 剧痛 让他冷汗长流 肖云生 面沉似水 虽然为一个年轻男子的样子 但是为事却堪比一方教主 黑发乱舞 眼眸如电 如一道闪电一样冲了过去 唰 夜方更快 九步登天 连冲上玉台十八节 感受到了无尽的威压 从那万丈高处压落而至 在此 他停了下来 右手滑动 浮现出道汉 他结出了人网印 此时 他如一个君临天下的人族 共主一样 闭逆世间 望穿苍茫大地 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 这就是人网印 使一展出 一个人的气质都会发生电话 他如人族的王一样 立身云端 俯视众生 轰 叶凡捏印打出 一声巨响 他登登登 退了出去 虽然一阵的摇动 但是并无伤害 另一边 萧云生变了颜色 他未绝顶大能 但是滔天法力不畅 竟然没有震死对方 再来 叶凡更上九重台阶 在上面叫道 坏了 萧云生第一次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对方的肉身强横的变态 比他这个大能更深 超出了他的预料 在这个地方 一身法力被压制 肉身的强横将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若是登上玉台的顶端 谁生谁死 很难说 杂鱼 上来一站 叶凡冷审 萧云生当即拆下了脸 一句话也不说 灯欲皆向上而去 一个画龙秘境的修士 像一个大能叫号 让下方的几人都以待 这可真是威风 啊 下方 萧至大叫 失去双臂后 他惧痛不已 此时见到这个情景 激怒攻心 你叫唤什么 野蛮人拎着狼牙大棒向前走去 凶巴巴 鄙视这位半部大能 你 萧至差点憋去死 他的实力何其高深 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 今日却连被人轻视 不过他知晓东方野的来历 是某个原始古部落走出来的野人 肉身超级变态 在这个鬼地方冲突 他必然吃大亏 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晴朗的声音传来 一个精神奕奕的老人到了 正是萧太师 在他的身边 还有一位老人跟随 父亲 你终于来了 萧至吐了一口血 打湿了衣衫 野蛮人二话没说 嗖的一声 冲上了浴台 在下面 他肯定要吃大亏 萧仿叶凡 衣仗肉身 登天而上 砰 上方 叶凡手捏人王印 黑发浓密 狂乱舞动 与萧云生又大战了一记 依然无恙 见他硬汉大能 刚赶到的人都吃惊 尤其是萧太师等 神色不断的变换 此刻 中州的四位皇主 南领的妖主 西莫的神僧都赶到了 全都露出了一色 罢了 萧太师一挥手 使了个颜色 让萧云生退了回来 两个野人一样的后背 一张肉身 在玉台上 可拼大能 若是在此被干掉两个大能 实在不划算 好热闹 又有一些教主感到 都是威震天下的大人物 有的修士 让中州四大不朽神朝都偷腾 来自诸子百教 叶凡心中一领 他看到了一些熟人 在瑶池潘桃盛会上见过 比如说中州阴阳教的老教主 年逾三千岁 是一个活化时级人物 此时 除了叶凡他们几个外 没有一个后背 都是明动天下的教主级存在 雄士茫茫大地 这些人都来了 明显要有一场熊主大战 连远古圣人的血肉骨骼 都是京士神物 就更不要说古前神领了 万丈玉台上 那口臣服的古官 为无价先真 每一个人都不会放过 必会惨烈争夺 这时众人散开 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开始登台 沿着玉台阶向上走去 这些人可真是准备充足 带来了这么多的超级进气 老瞎子吃惊 断得叹道 刻下了远古圣人的部分法则 阴阳镜翻天印 南腰中中黄鼎 这么多超级进气 可让他们走到万丈玉台上 都走到了这里 我们难道功亏一亏吗 东方也不甘心 将圣人的那根金色的壁骨取了出来 老瞎子捅断得道 小胖子 别藏桌了 你身上的宝贝座 赶紧弄出一件来 不能让他们先登上玉台 老邦子 你身上有重宝 拿出一件来 足以护我们前进 断得道 两个神棍开始扯皮 最终断得挤了 将圣人油灯祭出 与东方也的金色壁骨搭在一起 老邦子 赶紧出鸡宝 老瞎子 念了一声咒语 一个骨盾飞出 也搭在了圣人的壁骨上 确切的说 是一个龟壳 绝有情 一言不发 将菩提之身处 搭上前来 立刻带出 无尽生气 让几人都吃了一惊 叶凡想了想 把烂铜片取出 与那些器物 交叉在一起 历时流动出一种莫名道运 鲜泪滤金纸内 刻有神闻 这些器物都不是远古圣人的兵器 也不是防品 但有的却是圣人遗物 组合在一起 流动莫名气息 他们一步一步前进 竟暂时挡住了 玉台上的威压 足足上行了三千丈高 当来到五千丈高时 这些器物挡不住压力了 几人举步为奸 来自神灵遗体的威压 铺天盖地 要将它们撕裂 难以敞烧 可惜了 远古圣人画道留下的唯一圣古 千锤百炼 为不是神物 只是没有刻上相应的阵纹而已 不然当刻护我们上去 我的圣人油灯 何不是如此 是真正的神采 但却没有相应的法则烙印 怎么办 上不去了吗 他们停在了五千丈高处 正好处在玉台的半山腰 很难再进一步了 纵然是叶凡也不敢轻易冒险 巴刹 其他各方陆续传来碎裂的声响 超级近期在龟裂 有不少人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咦 不对 还有些大势力在前进 他们身上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神物 贫了 古前神灵的遗物 我志在必得 段德咬了咬牙 终于祭出了自己的至宝 刷 光影一闪 一个破碗出现在了他的头顶上方 垂落下万缕的乌光 将几人都护了进去 一会上去后 我要动用墓葬学的秘书 改天换地 盗走神灵的官果 你们一定要配合我 段德叮嘱 破碗一出 隔绝无上压力 他拥有神秘莫测的威能 让方圆三丈内风平浪静 没有一点波澜 一步 两步 三步 他们一路向上 虽然有恐怖契机弥漫 但是他们的脚步却并未被阻 慢慢登临到了御台顶端上 哼哼哼哼哼哙 杂鱼 有人冷笑 正是萧云生 看似年轻 却未绝顶大能 萧泰师以及阴阳教的人 合在一起 先一步登林了上来 也不知道用何种神物 抵住了神灵维亚 万丈高台上 龙乐凤翔 骨关陈腐 已经有数批人上来了 仙气缭绕 第五百九十章 新人 中州强者为主 西墨与南岭也有一些人 各凭手段登上了万丈玉台 全都是一方巨头 而此时 叶凡他们显得相当突兀 因为几人无论如何 也算不上强者 但却凭一口破碗上来了 这个碗不错 萧云生 因侧侧伸出一只大手 就要来摘碗 想要夺走 此地有无穷压力 如果破碗被夺走的话 几人必将顺息成为尘埃 行神俱命 萧云生 他们几人头顶上方 有十几件静器 组合在一起 挡住了天威 此时 他有事无恐 叶凡右手一滑 向上轻挑 人王印 自然而出 如万月奇遥 出向前去 抵住了无尽法力 击向那只大手 轰 一声巨震 两人同时倒退 众人惊异 叶凡的肉身强度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在这万丈玉台上 任何人的法力都被封禁 肉身强大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主位 这可真是一件宝贝 说不定有圣人的法则烙印在内 萧云生目光阴质 盯着那只破碗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忘了过来 叶凡几人顿时成为了各种眼光的聚焦之所 不少人露出异色 毫无疑问 这对叶凡他们很不利 一会儿若是有混战发生 恐怕有不少人会关注他们 抢夺这只碗 几人一旦失去破碗的庇护 在这高台上必然会历时行神俱灭 萧云生想借他人之手 置他们于死地 叶凡东方爷几人借圣目 盯着那几人 很想撞碎他们头上的那些劲气 让他们先尝尝那种滋味 可惜萧云生阴阳教老教主内里 聚集了数位大能 真要动手的话 几人的实力太单薄了 在此晚失去前 我必会避掉你 叶凡盯着萧云生 平淡开口 他刚进入画楼秘境不久 在这些人面前根本不够看 然而此地特殊 却让他有了说这种话的资本 这样威胁一位大能 让不少人觉得荒谬 但却也是心中里面 若是被他斩杀 那可真是太远了 萧云生露出了一缕冷笑 现在没什么可说的 一旦下了这座万丈御台 他将以雷霆手段抹杀一番 这时众人的目光 重新聚焦官果上 这才是他们争夺的焦点 是无上的先针 怎么动不了那口官 端得交集 他顶着破碗 在玉台上迈布 早已布现了所观之术 可是却没有任何效果 这是神灵的古怪 岂是凡力能够撼动的 你那些墓葬学根本不顶用 别费力气了 老瞎子头 官国古旧 在虚空中沉浮 有仙气化成的真龙与神皇等 栩栩如生 成千上万条 再次环绕 众人倒戏冷气 仔细观察发觉 古怪竟然有勃勃生机 活力无比的旺盛 比众人的精气还要足 这是怎么回事 古前的神灵还没有死吗 官国沉沉浮浮 并不是很稳定 当他落下来时 众人发现了异常 棺盖上竟生有一枝内叶 不是神灵为死 而是棺木还未干苦 棺材板上生长出一米多长的枝条 青绿玉笛 上面有几片叶子 往生的精气正是他发出的 这怎么可能 这应该是上百万年以前的棺木 如此漫长的岁月 他怎么吐出了那芽儿 这是一树神木刻成的观光 南岭的妖主倒出了玄机 此时没有一个人不动 心中震撼 神树不死药可遇不可求 自太古后几近俱灭了 却有人以一株不死树 磕了一口棺材 在他们看来 这简直就是暴敛天物 实在太浪费了 我知道了 神灵不盖 想要永生 有的大能耸然 想到了一些古老的传说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震动了 他们想到了一些秘心 相传 天神以不死木为官 可万古不朽 有一天也许会复活的 在这个世间 唯有不死药与不死树 可与世长存 不会被岁月抹灭 以不死木刻成的观光 自然保持了一些特性 存世稀少的真本古籍中 有些许的记载 神奇为了不朽 临死前会寻到不死树 葬掉自己 可世上能有几株不死树 只有一两个神灵 做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成行 当然 这样的记载 没有人相信 自古至今都只见传说 不见神奇临晨 无仙论 早已成为了 大多数人的共识 然而 今天见到了 不死树课程的观国 所有人都震动了 毫无疑问 这是颠覆性的 证明某些孤本古籍的记载 也许是真的 在那无尽岁月前 早于太古时期 也许真的有心 这是 悟道古茶树 终于 有人认出了 棺木的材质 那条嫩枝上 几片叶子 如玛瑙一样 精英 颜色与形状 各不相同 太奢侈了 众人惊呼的同时 也松了一口气 五道古茶树 如今还活着 就在不死山中 没有绝种 可以想见 早于太古的年代 有人截断不死树 为自己 刻成了观国 但却留下了神根 漫长岁月过去了 悟道古茶树 已经恢复 而这棺木 也没有腐朽 还保留一缕生机 连这口棺材 都是宝贝 人们想到了这个问题 这具棺木拆了后 不仅是炼器的神物 也是悟道修行的鬼报 这具古棺太奢华了 古往今来 恐怕也唯有一两个神 做过这么出格的事 其他人想都不用想 刷 有人出手了 一片烟霞飞出 想先下手为强 将棺木拉了下来 咦 人们吃惊 并没有想象中的恐怖契机 没有毁灭性的波动浩荡下来 这有些不合常理 不死树凿城的古棺 平稳的降落在了玉坛上 神圣而又祥和 无比的拧惊 不对 这莫大的压力 还有绝世恐怖气息 并不是他发出的 难道 还另有贪污不成 这座平台非常广阔 且有仙物与混沌器缭绕 人们先入为主 根本没有去其他地方搜索 这时 西莫的一位神僧 慧眼如炬 盯住了一片迷蒙之地道 阿弥陀佛 一具尸体 人们惊悚地发掘了恐怖原地 与不死木刻成的棺果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是在另一边 那里五色霞光流动 一块尖冰也不知道存在多少岁月了 里面封印有一具古尸 这块冰很特别 虽有寒气 但并不刺骨 流动由五种光彩 散发出惊人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 这种祥和的气息 却全被冰中的尸体冲散了 它仿佛屹立在万古之绝顶 傲视古今未来 一切都匍匐在它脚下 这是一具仙尸吗 人们都怠住了 没有去抢灌木 而是死死地盯住这具尸体 万丈玉台上 向四野波动出去的无上天威 都是源子它 是一切力量的人源 同时 人们注意到了一丝异常 这块尖冰的形状与古关很像 似乎原本置于关内的 人们心中一动 没有道理只是一块冰 也许真的原本就在关中 众人很快想到了这种可能 兵中迷蒙 众人以各种绝世进气护体 悬在头上 顶着莫大的压力向前 观看这个逝去的神力 不是一体 没有肉骨 众人粘口结舌 当来到近前 终于彻底看清五色神兵中的身影 揭露出不解的惊龙充满震撼 这并不是一具完整的尸体 而只是一张人皮 沾染着五色血液 流动出绝世可不不动 怎么会这样 紫色的长发 平滑的肌肤 闪动宝灰 至今还有光泽 脊背有一道裂开 是从这里包出了里面的肉与骨 沾染的血液和梦幻 与人族的大不相同 共分五色 光滑绚烂 这就是太古时期以前的神灵啊 他的血肉哪里去了 怎么只剩下了外表的一层皮 古前 有些 这是例证啊 人们围在近前 全都震动 不管它是不是神灵 这张皮都价值连城 堪比大地胜利 因为这种波动太可怕了 然而 却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这张仙皮 快比得上复苏的 极道武器的契机了 压得人要崩碎 即便 他们以各种神物护体都不行 竟有坚持不住的感觉 这真的是仙皮吗 会不会是 击尽大地之皮呢 咦 这里有一行古字 突然有人发出了惊呼 在尖兵的另一侧 发现了一行字 铁钩银滑 苍尽有力 如天地大道 被嵌在了那里 在这一刻 每一个人的表情 都极为精彩 这些字很冲击人们的想法 大意是 有一个后来者 欲借古官遗税 葬己身 多有得罪 连棺材都借 许多人都无言了 向神领接官 会是另一个神奇吗 不对啊 这是仁族的骨子 太古时期以前都是神文 不可能是这种文字 有人叫道 众人惊醒 方才太过沉迷了 忘记了这个天大的异常之处 人族的强者借神奇的官果沉睡 葬掉己身 这会是一位远古的大地吗 所有人的寒毛都立了起来 精神高度集中 一起望向那口骨棺 有人安眠在里面 这些字 如天道一样 且缓乎中 有一丝熟悉 在哪里见到过 不错 似曾相识 绝对在世上流传过 当时匆匆一憋过 众人心中震动 这到底是谁 他们没有立刻 对五色神兵出手 再次来到了 不死树克城的官果前 准备先打开这口骨棺 看一看 这里 后来者的印记 人们见到了一些 模糊的符号 全都吃惊 这代表了 那个人的身体 第五百九十一章 太皇 古关横尘 生有一条半米多长的嫩汁 说不出的妖艺 要知道 他存于世上百万年了 竟还有生机 混沌物死了动 鲜物流转 官果一动不动 在其侧臂上 有一些模糊的印记 许多人当场变了颜色 刷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望向大夏皇朝的人 每一个人都心神震动 充满莫名震撼 这是该组的标记 是 皇谷前的太皇 有人颤声 说出了这个名字 人们心中凛然 难怪在尖兵上发现那些古字时 大夏皇族的人脸上出现波来 所谓的后来的大帝 是他们的始祖 怪不得 我见到那些自己觉得眼熟 曾在大夏的太皇殿中看到过 有人惊得恍然大悟 大夏皇朝为中州四大不朽神朝 是最古老与可怕的顶级大势力之一 始祖为一位人族大帝 太皇殿是那位远古大帝留下的居所 虽然人去镂空 但后世子孙以及一方教主 还是有机会平调的 棺果上的痕迹虽然不清晰 但是却可以辨认出 那是一条模糊的人形印记 而他的脊背却是一条龙 独一无二 世上唯有大夏的始祖 以此为印记 后世子孙将其当成了 不朽神朝的标志 太皇怎么会在这里 所有人皆震惊 同时望向大夏皇朝的人 古来大帝能有几人 一位人族大帝晚年不与族人团聚 却一个人来到了此地 向一位神奇戒官将自己葬于此 这件事让人感觉要挟 透发着说不出的诡异 为何如此 太皇 生死之谜 无人知晓 扑朔迷离 竟在此地 有人盯着大夏皇族的人 在提到太皇二字时 明显颤抖了一心 这个名号无人不畏 尽管离时无尽岁月了 始祖 据记载 他晚年时独自离开 无人知晓他去了哪里 不想到了此地 大夏皇主悠然一叹 众人都有些发运 一位远古的大帝 亲手开创了不朽的神朝 统于千万里江山 天上地下无敌 古来最强者之一 连块藏地都找不到吗 竟与一个死去的人 抢棺材板 不过人们最终也释然了 这是不死树课程的观国 有永生的传说 除却神灵外 无人可得 太皇抢了一个神灵的藏地 纠战雀巢 这个推论一出 让人无比震动 不光是这口棺木 就连这个地方 也一定大有讲究 不然一位人族的大帝 怎么会如此的做呢 必有夺天地造化之傲 师座 不孝子孙来接您了 恭迎您回家 一位老皇叔哽咽 以紫金龙袍 胆出眼泪 人们震撼过后 忽然觉得不对劲 老皇叔这样说什么意思 竟然想将一切据为己有 这可是古之神灵留下的观国 他们如果都想搬走 那是不可能的 所有人都露出异色 不说一位大帝的尸体 为无上仙真 可怜成吉道圣兵 单说这具 由不死术克成的观目 也绝世难求 悟到目 是修士梦寐以求的鬼报 这是我大厦的始祖 各位同道 不会难为我们吧 大厦皇主 兄姿伟岸 头戴九龙关 陈生问道 没有人答查 从伦理上来说 人家带走祖先的尸海 绝对是应该的 没有办法阻拦 然而 这具尸海太不一般了 是炼化成盖世帝兵的 无价仙才 举世难求 没有人不动心 气氛有些僵 没有人说话 此地围着的 都是雄主级人物 可避逆天下 不说来自 诸子百教的大人物 光是中州 其他三大神朝 就可与大下并论 此外 还有南岭的妖主与战主 以及西墨的神僧 哪一个不是 来历下人的大势力代表 西年 太皇行走尘世上 万古无敌寂寞 可是何等的风采 我等 无不想一睹龙眼 不错 探万古岁月 古来大地 能有几人 我等无缘得见 今日若是有幸目睹 太皇真容 总死也知了 有人打破僵局 其他人纷纷附和 大下皇朝的人 为难了 关内尸体 只要一见光 必然是流血大战 祖先的尸体 不容亵渎 大下的老皇叔 白眉颤抖 力声喝倒 不错 十足贵为 人足大地 岂能开关惊扰 大下皇主 黑发乱舞 眼眸如电 一位教主头 此言诧异 我等 瞻仰古之大地的 无上风字 怀着前程 与景仰之心膜拜 怎能撑得上谢多 场内气氛 又有些僵了 多少 有了一丝 暴风雨将 要来临的征兆 一位大地的遗体 足以让人 打个流血飘炉 尸骨千万 不过 却没有一个人 敢先动手 打开关锅 因为不仅忌惮其他人 还对这位 死去的大地害怕 因为他留下的 传说太多了 太皇镇骨朔金 开创有太皇经一书 是一部无敌的古经 其中 公鸡篇章 黄道龙气 中周无双 隐约间 有当事第一之事 据说 在功法方面 唯一能与之争锋的 是九密中的豆子爵 可惜 偶尔一现 几乎断了传承 太皇 是一个传奇 行走在人世间 堪比神灵 有人说 他可逆行 发心 是一个了不得的 盖世人 当年 其攻击力 让整片天地 都围之战利 举世无双 黄道龙气一出 天上地下 都无人可与之争锋 太皇 俯视天下 在人族古史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印记 尽管他死去了 但是人们担心 他还有什么后手 怕一旦打开光果 发生毁灭性灾难 这不是没有可能 大厦皇朝的人 他们明白 想要带走 整具的神灵 棺木很难 全天下的教主 都不会答应 好吧 我们打开光果 我们大厦 只带走十足的一体 棺木 留给各位 大厦皇主 直接言明 哗 现场一阵的骚动 即便都是绝顶大能 也沉不住气了 开关后 可能有流血大战 每一个人 都后退了几步 太皇 古今万族共尊 龙岩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见到的 一些闲杂人 还是离去吧 以免亵渎大地 阴阳教的老教主 王阳站开口 有人点头附和 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清场了 古关内大地 留下来的任何物品 都为珍宝 这么多的人 根本不够分 现在将一些人逼走 只留下最绝颠的大势力 来讨论先真的 分配与归属 萧太师一行人 与阴阳教 站在一起 萧云生 似笑非笑 阴侧侧的盯着叶凡他们 道 晨早走 还能多活半天 你什么意思 叶凡 无所谓的 盯着他 在场的人 都知根知底 唯有你们几人 来历不清 萧云生 豪争以侠 盯着叶凡几人 露出一缕 轻蔑之色 而后 漫不经心的道 我觉得 有必要先经 这些见不得光 上不得台面的人 赶走 这样一位大能开口 顿时有人点头附和 认为必须要请走一些人 断得东方也几人激怒 老瞎子也哼哼了两声 眼板翻得很厉害 萧云生不嫌不淡的道 此地 结为大能 都是大有身份的人 你们几个蝼蚁 还是赶紧离开吧 连半部大能 都止步在万丈高台下了 没有一个人跟上来 叶凡这样的画龙 秘境的修饰 实在显然 叶凡伸出一根指头 一点也没有 对大能的敬畏之心 指着他的鼻子 道 你算什么东西 萧云生眼中杀鸡隐身 很想一巴掌拍死叶凡 可是在此地神力受尽 流动不顺畅 寒声道 此地都是一方教主级人物 哪里有你们的立足之地 赶紧滚 我们要在此一世 你算哪个从 叶凡冷笑 萧云生沉下了脸 道 小杂鱼 你这是找死 各位同道 我们将它们请走如何 这只碗还是不错的 他再次鼓动众人 盯住了断德的碗 在此地若是被摘走 叶凡他们几个 必然会兴神局面 早有人看出了此碗的不凡 一时间不少人一动 向前逼来 让我看一看 你这根葱 能有多厉害 谁没有想到 叶凡突然出手了 主动向一位大能 发动了攻击 嗡 他轮动大巴掌 非常的直接 抽象 萧云生的脸颊 刚风如雷 虚空扭曲 众人都是一代 这个年轻人太冲了 敢这样 无理掌握 一位大能 完全是一种羞虏 实在让人吃惊 毕竟他只是一个花楼秘境的修士 这样对一位大能攻击是赤裸裸的藐视 萧云生勃然变色 他纵横天下这么多年 还没有一个人敢上来就扇他的脸 他向后退去 双手滑动 虽然神力被禁风 流动不是那么顺畅 但依然有如海一样的精气在澎湃 在其身前交织出了一片法则 如五色光雨一样 这是他的道行的体现 咚 一帆一巴掌 抽在了他的法则光幕上 万丈高台上一阵 两人都倒退了几步 此子到底什么来头 纯肉身之力能硬扛一位大能的卢海盗力 吼声可畏呀 在场的人都是雄主 吃惊过后没有过多的表现 也只能够这样议论了 就你这样的一根葱 也想把我请走 我让你一指手 叶凡向萧云生勾手 毫不留情面的几对 击他杀来 小杂种 萧云生 脸色铁青 在场的都是绝顶大能 当着众人的面 他被一个画龙秘境的小人物 这样的蔑视与羞辱 让他情和一看 哼 即便神力运转不畅 他也在强行的提升 身前的悬光如江海汹涌 发则较织 他头顶上一片劲气 下了死手 胖子跟我冲 叶凡拉了断德一把 让他帮忙护体 他将战力提升到了目前的极限巅峰状态 轰 叶凡出手了 如人形的野龙一样 举手台族 山踏虚空 一双手拍出 如跋山踢跃 永不可当 他隐忍到了现在 终于寻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自然不会放过 只破天穷 立提下来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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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去爆山印 他怀中抱怨 向外推去 长指漆黑如墨 一座太古的魔山压了下来 砰 萧云生变色 被动出击 右手交织 法则阻挡 可是神光却远无平日雄厚 一下子就被打穿了 叶凡以手为山印 结结实实的打穿而过 记在了萧云生的手掌上 血光立刻崩溅了出来 啊 萧云生大叫 飞快后退 他的右手彻底变形了 骨断击手 叶凡如鬼魅一样追尽 右手划成的黑色山印 淤历不息 继续冲击 狠狠地向下派落 鲜血冲冲 萧云生的右小臂 都被打成了肉酱 骨头渣子 还有肉泥飞溅 惊住了所有人 这是什么体质 大能的肉身都不能抗 尽身搏杀 立刻就遭殃 吃了这样的一个爆魁 在这时候 叶凡运转远古神潮 天庭的秘术诡异地拍出了一掌 防不胜防 难以躲避 啪 萧云生结结实实 挨了一个大嘴巴 下额骨都被抽裂了 一长串的血地 歇飞了出去 所有人都敬住了 一位大能竟被一个画龙秘境的修士 抽了一个大嘴巴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就像是一头狮子 让一只蚂蚁给绊了一个大跟头一样 这根本就不现实 不符合常理 然而 事实上是 眼前真的发生了 萧家的这位厉害人物 吃了大亏 下巴都快碎了 没有一个人不目瞪口呆 这太出乎人的意料了 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杂种 萧云生肺都快气炸了 此时下额骨裂开 说话都很吃力 跟含着咸鸭蛋一样 含糊不清 杂鱼 叶凡神色冷漠 快速逼近 断得非常配合 顶着破碗前行 为其护体 啪 叶凡反手又是一巴掌 依然是天庭秘术 诡异而无法防范 如从天外突兀 披落下来的一般 萧云生懵了 他竟然挨了第二个大嘴巴 结结实实 清脆而响亮 血水顺着他的嘴角 被抽出去两米多远 他的半张脸 差点被扇下来 近乎变形了 啊 在这一刻 萧云生几乎疯了 他堂堂的萧家厉害人物 却受到了这样的羞辱 你这根儿冲 叶凡有一次跟进 吐出了这样四个字 第五百九十二章 吞天魔盖献 萧云生被一个画龙秘境的修士展果 彻底蒙了 口中怒吼如受伤的凶兽一样 叶房跟进 右手捏印向下按去 这一次直取他的眉心 要抛开他的头颅 萧云生身左手阻挡 眉心若是被打碎的话 使海避毁 那样的话 纵为绝顶大能也活不成了 修为到了他这等境界 纵然肢体断掉 也可以再生出来 唯独神识不能有伤 灵魂印记一灭 这个人也就不复存在了 砰 叶凡打出的依然是爆山印 一往无前 右手漆黑如一座山峰 镇裂那有神力交织成的法则 攻了进去 萧云生的左手精卵 而后扭曲变形 发生了严重的骨折 剧痛让他脸色猙獰 冷汗冒出来 叶凡的右手画成的黑色山峰 不断下压 施猛立沉 这是纯肉身的对抗 萧云生的长指终于破烂 成为了一团肉泥 一位大能的肉身何其坚固 但是在叶凡面前也不够看 被他巅峰的肉体力量给打烂了 啊 萧云生一声大叫 身子倒痒 躲避那将抛开头颅的一击 叶凡右手下压 几乎快贴到了他的额骨上 萧云生亡魂皆冒 顾不得什么颜面 直挺挺的倒在地上 就地翻滚 碰 叶凡三步跟上 右脚轮动起来 猛力劈砸了下来 众若千万群 啪咋 这一脚可以说相当的凌厉 尤为狠辣 脚掌踏在了他的胸膛上 十几根胸骨 当时就断掉了 萧云生张嘴就是一大口鲜血 在这一刻 他五脏接裂 这一脚差点惯胸而过 将他蹬串 砰 叶凡继续出脚 这一次毫不留情 他向他的额骨 很显然是想一击碎掉他的头颅 让其毙命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间 快到人们无法阻止 所有的动作都是一瞬间发生的 住手 旁边有人大喝 萧太师头顶十几件劲气怒发冲关 如一头老狮子一样扑了过来 住手 旁边有人大喝 萧太师头顶十几件劲气怒发冲关 如一头狮子一样扑了过来 砰 叶凡不为所动 右脚猛力跺下踩向萧云生的眉心处 如果踏中 即便是绝顶大能也会死透 砰 关键时刻 萧云生吐出了一口先天精血 化成一方麒麟盾挡在了额骨上方 叶凡一声大吼 用尽力气塌了下来 砰的一声踩在了血盾上 万丈玉台一阵的摇动 可想而知 这一脚的力量有多么大 血色的麒麟盾四分五力 而后砰的一声炸开 叶凡的脚掌被阻去了大部分的力量 但却也最终落了下来 咚 如蒙古轰鸣 萧云生的头颅瘪下去一块 那是被叶凡生生踩下去的 不过终究是没有剖开 血肉模糊 这个时候 萧太师到了 双手一划 一幅锦绣山川土出现 要将叶凡给收进去 砰 叶凡振指 这一次 他捏成了人网印 以君临天下人族共主之姿 硬汉山川土 轰 叶凡肉身无双 而萧太师法力虽然被压 依然有一海之能 一声巨震 两人都登登登倒退 你给我去死吧 这个时候 叶凡的身后 同被断得那个破碗户在下方的野蛮人出手了 手中的大棒的轮动而出 地上 萧云生惊怒交加 快速的翻滚 躲避着惊人的一击 打 野蛮人的肉身也很恐怖 狼牙大棒几乎可吐破天 打得万丈一台 一阵剧烈的摇动 若非是神灵安息之地 恐怕早已成为一片结辉 砰 萧云生躲避过第一击 却没有躲避过第二击 一声惨叫 双腿被东方爷给砸断 血肉模糊一片 你敢 萧太是震怒 见到野蛮人的大棒子 开始沦向自己亲弟弟的眉心 他奋力出手 可是叶凡却挡住了他 不让他上前 不断与那幅山川图碰撞 只裂苍穹 打得这幅古图差点碎掉 唰 阴阳教的人出手了 一位大能吐出了一道匹链 上前将萧云生救走 不然必会葬在野蛮人的狼牙棒下 同一时间阴阳教的老教主王阳战 亲自出手 向前逼来 要对付眼前的几个人 原本就是他说的要清场 而今盟友遭难 他自然要立威 这是一位活化时机的存在 年余三千岁 让所有人都忌惮 他速度不是很快 但却相当的破人 背负双手 邪密几人 那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姿态 让人生畏 他俯视几人 右手探出 只取空中的破碗 要一把抓走 让几人失去护体之物 死于分音 可以说 他的确有这样自负的资本 身为一个活化石 纵然是绝顶圣主 都不是他的对手 哼 老瞎子一声冷横 右手拍出 同样具有莫名的可不法则力量 不弱于阴阳教的老教主王阳战 碰 两人一声碰撞 神力漩涡出现 诡异莫名 时空都像是发生了更迭 一片混乱 周围 众人一震的心惊 很多人到了此地 神力都被禁封了 但是活化石几 存在亡羊站 却还能有这样的手段 果然是高人一劫 而那个不起眼的老瞎子 竟然抵住了他的攻势 方才没有人看得起他 不曾想是一个世外高人 是你 北域第二大寇 天下老人 王阳战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道 你还没有死 你都没有死 我怎么会死 老瞎子嗨嗨地笑着 唰 双方快速分开 都倒退了出去 皆很忌惮对方 谁也没有再轻易地出手 萧云生获救 但是却相当的凄惨 两条手臂被叶凡给拍成了肉酱 两条腿让野蛮人给活活地砸断 尤其是鹅骨 他扁下去一块 清晰地印着叶凡的鞋底子印 这种羞辱让他发狂 眼中的目光无比地怨度 太皇乃是人族大帝 古今未来万民共尊 身为人族一员 我等为何不能占养 难道你们将其他人都看成一族不成 还是说你们自己心存一心 叶凡给阴阳教的人扣了一顶大帽子 有不少人注定要被划分到清场之列 文青此话全都赞同与附和 现场一阵的骚乱 大厦皇主排众而出 道 我们只带走十足的一体 其他不动 现在开关吧 经过方才的一番冲突 还真就没有人敢轻举万动了 看是最弱的一股人 有两个野人一样的存在 还有北域的第二大寇 出乎了众人的预料 此时叶凡几人的眼神也怪怪的 万万没有想到老瞎子来头这么大 一道道神光射出 黄道龙器被注入骨关上的印记中 光盖作响慢慢掀开了一道缝隙 轰 本源混沌器冲了出来 响声如惊雷 所有人都快速倒退 紧张地望着骨关 这是一位远古大帝的葬身之所 谁也不能确定 他是否留下了后手 人们皆喊忐忑 混沌流尽 观盖无声的福气 露出了关内的一切 众人一起向前冲去 空空如也 竟是一口空管 并没有尸体 不见太皇的踪迹 怎么回事 太皇的遗体呢 为什么是一口空管 古之大帝的遗体去了哪里 很快 人们发现在关底有一幅人形的印记 这是一尊古地的身影 烙印在了棺材底板上 太皇画刀了吗 将自己画于天地中 不对 这是一种大刀烙印 并不是画刀的痕迹 在这一刻 人们无比激动 这是一位人族大帝留下的道汉 当中蕴含有怎样的傲义 不用想也知道是无山古经 太皇去了哪里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忽然有人指着关闭 道 上面有字 不死天皇 有人念叨 但是很快就被人打断了 此地杀机爆发 此刻这些人终于不再隐忍了 想争夺古官 都想要据为己有 不仅有人族大帝的道汉 似乎还有其他的秘密 不要妄动 这样会毁掉烙印的 有人大喝 这句关国一旦四分五裂 上面的烙印将不复存在 没有人可以得到 老夫早就说过了 闲杂人等退去 阴阳教的亡羊站旧式重提 南岭妖主 中州皇主 西莫神僧等上前 将不少人逼了出去 人们无法靠近 还有你们 赶紧离开 王羊羊站身边 一位大能 对叶凡等人 呵斥 神色森然 有事无恐 忘记刚才的痛了吧 老瞎子冷笑 这个地方 不是谁都能待的地方 王羊站说到这里 头顶上方生死器 显化出现 红黑两气缭绕 如一方青天沉降了下来 要将所有人镇压 每一个大能级人物 都有窒息的感觉 远古圣人的兵器 很多人脸色苍白 纵然为圣主级的人物 也是心中忐忑 万万没有想到 有人祭出了圣人的兵器 绝对可以横扫一片 那种威能 几乎不是人力可以对抗的 在圣人难以诞生的年代里 手持这种兵器 即可天下无敌 这是传说中的阴阳镜啊 人们想到了这件 近乎神话传说中的兵器 无不变色 这是一件传世圣兵 传于世间二十几万年了 一直不朽 为最可怕的远古圣人兵之一 并不是每一个圣人 都可祭练出 与己身境界相匹的兵器 因为那种材料太难寻了 就如同大地寻找黄穴赤金 万物武器 鲜类绿金一样 可遇不可求 远古圣人以普通材质 祭练的兵器 少则能存世几万年 多则十几万年左右 就会磨灭在岁月下 唯有绝世神物 祭练出的超级圣人兵器 才可以长存不朽 被称为传世圣兵 世间难寻 不对 不是那家传世圣兵 没有摧毁万物的无敌契机 是五万年前阴阳教仿制的古兴 虽出自一位圣人之手 但并不是绝世神物著成 数万年过去了 已经半毁了 不过 还是很有强大的圣人契机 其他兵器绝对不能相抗 人们皆倒退 许多人脸色惨白 知道肯定争不过阴阳教 阴阳教的人虽然有恃无恐 但却未敢对不朽神朝的人不敬 那是出过人族大地的传承 底蕴不可测 不过他们对叶凡等人就毫不客气了 与他们站在一起的肖云神更是咬牙喝道 滚过来 老瞎子 我这受损的圣人兵器 即便是在这个压制神力的特殊地方 也足以斩灭你们所有人 阴阳教的老教主王阳湛 漫不经心的开口道 看在传奇人物老不死的面子上 我认你离去 不过 他们几人 必须死 他盯住了叶凡东方野断德 而后更是锁定了那个破碗 要据为己有 万丈御台上一下子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知道 即便是在岁月的力量下 早已受损的圣人兵器 也可以杀死很多绝顶高手 那个胖子 把你都玩拿来 汪洋湛冷漠无情 索要几人的护体宝物 在这生死关头 断德神色变幻莫测 一会儿咬牙 一会儿又目光闪烁 你们几个乙虫都死定了 萧云生咬牙 无比的怨度 道 那个死胖子 赶紧交出碗来 妈的 真以为吃定老子了 断德咬牙 最后下定决心 他头顶上方的破碗 流动出可怕的气息 咔嚓 破碗归裂 上万道乌光冲出 一个古朴的陶盖露了出来 在虚空中沉浮 在上面有一个鬼脸印记 是如此的醒目 那是 看起来很眼熟 与某种古籍中记载的一则传文很像 我想起来了 鬼脸 那是吞天大地的印记 这个陶罐盖子 是地兵 上古吞天魔怪 是东方的极道武器 听到 失传已久的魔怪盖子出事了 很多人送人都忍不住倒退 这让人毛骨极寒 一个破败的碗 竟然运有半件几刀地兵 不用怕 半件几刀武器无法复苏 除非圣人来了 不然没有人可以催动 发挥不出大地的纤维来 那你去试试看 发挥不出地位来 也可力压远古圣人的兵器了 万丈一台上一阵的骚乱 没有一个人不惊 全都倒退而去 叶凡也是张口结舌 黑黄念念不忘的 善古吞天魔怪 其最关键的部位 竟然在段德的手中 藏在了破碗内 拿了一把破镜子 就敢在我的面前显摆 段德挺胸抬头 镇定了下来 道 你们完了 将我得罪透了 日后 你们的祖宗的墓 我要挖个遍 你们自己的灵源 留给我的孙子取决 第593章 太皇剑酒离土吞天罐 彪悍的人生 不需要去解释 短胖子威胁人的方式 与众不同 张口挖人家的祖坟 闭口绝人家的灵墓 所有人都无语了 没见过这么样的人 见过说狠话的 却没见过 拿死人来威胁的 一言不合 去挖你们家的坟头 谁受得了 特立独行 这种抱负 让人晕彩 妈的 这死胖子什么来头 这是很多人的心语 心中犯底固 然而 众人心静下来时 却更加精具了 半间几道地兵 横在空中 压得人几乎要窒息 狠人大地 可以说是古今最惊艳的人 关于他或他有着太多的传说 所有评价都难以概括 断得头顶上方 吞天魔灌的盖子上面 那个鬼脸印记挂着泪痕 但却也有笑容 忧伤中有阳光 似哭非哭 似笑非笑 泪水模糊笑颜 这或许就是 喊人大地的一生 是他或他的内心体现 或许没有一个人了解 就是这样 同涂鸦一样的痕迹 却让每一个人都胆寒 想到这位大地的一生与手段 默不赦服 全都忍不住倒退 他怎么有几道地兵 这是不少人的疑问 半间几道武器 虽然无法复苏 不能发挥出盖世的纤维来 但不是用来对付古地 横扫眼前的人 普通的威势就足够了 你那把破镜子 有什么好显摆的 顶多也就能留给女人 梳妆打扮用 端得挺着胖肚子 向前走 在其头顶上方 上古吞天魔灌的盖子 垂落下成千上万道乌光 如雨帘一样密集 丝丝缕缕 所有人都避退 半间几道地兵 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吓人的 自古至今 不过几间而已 地兵一旦催动起来 即便不能复苏 也可以大杀四方 谁能打住 把你那破镜子 冲我这英俊无匹的脸上 照来试试看 让我瞧瞧 是不是又变帅了 端得顶着桃盖 向前走 阴阳教主王阳战 一脸的晦气 其他人也都觉得倒霉透顶 跟出门踩了一脚狗屎一样 这个猥琐的胖子 太招人不待见了 见我好欺负是吗 胖爷不发威 你们真当我是病毛了 端胖子磨叽 瞅瞅这个 瞧瞧那个 最后他盯住了 鹅骨被叶凡踩扁的 萧云生 道 妈的 那个脑袋被门急扁的家伙 刚才不是让倒爷滚过去吗 你现在给我滚过来 这缺德的胖子 许多人心中诅咒 说话太不是东西了 属于那种打人 砖打脸 骂人 砖阶短的混蛋 萧云生的脸都给气绿了 但是 却也没辙 他还真怕这死胖子出手 半间击到地兵 寄出来 谁都晕 还有那个老白毛 你不是想要碗吗 继续抢夺呀 段德又盯住了亡羊站 阴阳教主跟吃了个死耗子一样 闹心的要命 他不知这胖子修为如何 但里面有个老瞎子 以活化时机修为 催动这个盖子 绝对可以横杀一切阻挡 咚 段德从来不是一个吃亏的主 刚才被人数落了半天 此时祭出半件极道武器向前镇压 一股压塌万股的气息弥漫 吞天魔罐的盖子化成一口嗨洞 吞噬天地万物向下压落 萧云生二话没说 将断腿积蓄上 顶着十几件劲气 直接从万丈高台上跳了下去 亡羊战以那残损的古镜 裹带几位大能 化成一抹流光 也是一腿数百丈远 远离了中心区域 半件几道地兵 一片朦胧 如同有生命一样 上面那个鬼脸印记 泪寒居然在流动 众人毛骨冰寒 相传这魔罐的盖子 是以狠人的头颅炼化而成的 是地兵的精华所在 有人说鬼脸印记 是这位大帝年幼时所会 那是他或他最快乐的时光 从此以后 他或他与天下为敌 很不开心与忧伤 纵然无敌天下 他或他印象最深的 还是那短暂的幼年记忆 因此成为了其独有的标记 烙印在了墨盖上 妈的 你们过来帮忙 这盖子快将我吸干了 断得传音 叶凡与东方也上前 向他度了一道审礼 而老瞎子则传音道 别逞强了 这地兵所好甚聚 我们能自保就够了 那些人乃是这片大地的主任 不可能都压制住 不远处一套黄金战衣浮现 闪烁冲销的光芒 出现在古华皇主的身畔 他呈人形 手持黄金圣剑 背负黄金神功 竟有生命波动 绝世神医统领 为传世圣兵 以神物著称 可永世长存下去 叶凡心中凛然 他见过这件神医 古华皇朝为了采摘不死神药 在荒谷禁地前 曾经祭出过此意 不愧是远古神朝 带了一件无缺的神医 许多人倒心冷气 他形状似人 黄金神光绚烂 仿佛是一尊活着的远古神明 让人发自内心的敬畏 忍不住想跪拜下去 轰 神力汹涌 朝气蓬勃 南领妖主的身边 出现一日一月璀璨夺目 日轮一动 如龙吟九天 一片刺目 照破万物 月轮一动 似风鸣久悠 清灰如水 溢满天地 日月双轮 如真正的日月单空 这也是传世圣兵 可以不朽 早已有了生命波动 为南腰一脉十五万年前的一位盖世圣人所留 人间罕见 唰 另一边 佛光冲销 西木一位神僧头顶上方 出现一尊一米多高的佛塔 共有七层 为岩石著称 却可镇压天地万物 这是一位菩萨正道的兵器 不仅塔身是辟地仙石 为含有神物 且菩萨作画留下了七颗舍利子 都封入了塔身中 每一层置入一颗 让这七层石塔成为了不朽的传世圣兵 且它的威力恐怖绝伦 没有几件比得上 为佛教自古至今的无上圣物之一 一下子出现三件真正的远古圣人的兵器 且都是在人族古史中赫赫有名的神物 没有人不动怒 到了现在 很多人都自觉倒退 根本没有办法去争夺了 因为一件圣人兵器就足以扫了他们 最终大夏古华九黎神州四大神朝 南岭妖族西佛佛教 段德他们等 共计十几股大势力来到近前 愚者皆退却了 持有三件圣人兵器的大势力 以及段德他们站得最靠前 没有人反对与多说什么 现在实力就是硬道理 人们仔细研读关壁上的文字 生怕错过一个字 因为这是太皇所留 记录了一件惊人的秘密 此官原来的主人竟然是不死天皇 为太古时期以前的一位无上存在 在太古万族心中超越神明 不死天皇真的存在 佛教的一位神僧动容 关于太古往事 人族早已失传了 只记载下了点滴 所有的一切都消散在了历史长河中 不死天皇 这一名会连太古的王都要顶礼膜拜 最为神秘于古老 人们没有想到所谓的这个神奇竟是他 所有人都望向那块五色神兵 里面有一张人皮 流动出的契机堪比地兵复苏 让人无法承受 听哦 那是不死天皇的人皮 如果让太古种族知道 这个地方必将成为他们的神地 如果那些古生灵知晓 不死天皇葬失于此 恐怕会天下大乱 所有太古王都会出动 赶到此地 这绝对是一件痛破天的秘心 太古万族膜拜的神明 竟然葬在了这里 它并不是虚幻的 而是真实存在过 它是不死天皇啊 人们的惊悍难以平息 心中的滔天骇浪 无法止住 万古前的存在 传说中的神 后世的种族顶礼膜拜 从来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说明它存在过 而今却被我们见到了 人们惊叹 也唯有无尽岁月前的 不死天皇有这样的大手笔 砍伐悟道古茶树 以一株不死树 为自己做棍果 它存于遥远的太古前 没有低手 天地间灵气浓郁 不死药可循 唯有他可以做到这一切 而太皇却也是真够可以的 动手将不死天皇 给搬了出去 自己进入关国中沉眠 只是为何不死天皇 只剩下了一张皮 而太皇又去了哪里 怎么不见了 可惜 官壁上再无记载 只有那几行文字而已 说明了此官原主人的来历 到底还是不能证明 先存在世间呢 人们叹息 知晓来历后 不知是解脱还是失落 不死天皇 虽然在太古种族心中超越神灵 但是终究只是一位无敌的古皇 只是神化了而已 并不是先于神器 世上到底有没有险 到了现在 这些大人物们都迷茫了 一切迹象表明 似乎不存在 砰 突然 有人出手了 开始抢夺古官 争夺京士先针 官底有太皇留下的一幅客图 那是大道烙印 没有人不动心 段德没有去凑热闹 震动吞天魔怪 化成了黑色的神缘 一下子将棺材盖收了过来 这是物盗墓 无论多少神缘都换不来 拿到手中的东西 才算是自己的 才是真 段胖子相当的满意 别人争夺道徒 他先抢到了最实在的无价神物 这样一块棺材板 盘坐在上面修行 可以很容易进入误导经 就是切下了一小块拿出去卖 也价值连城 砰 有人催动神力 但是根本无法将不死树 刻成的棺果阵列 最后 南陵妖主拔出几根石钉 将外果拆开 那是不死天皇祭练的石钉 历经漫长的太古时代 到现在都没有毁掉 肯定是先针 所有人都眼红了 但是八根石钉 都落入了南陵妖主的手中 没有人夺道 因为他持有远古圣人的兵器 日月 无人敢套进 砰 外国的木板被人抢夺 最终落入了古华皇朝 与西末神僧的手中 一方持有绝世黄金神医 另一方持有菩萨正道的石塔 无人可迎风 其他人都焦急了 争夺里面的小官 以及那幅太皇的大道烙印 大大出手 管木人你们拿去 但管底板留下 任何人都不得损毁太皇留下的道汉 不然 别怪我大厦出手无情 大厦皇主开口说话了 他们并未持有远古圣人的兵器 但是却相当的沉稳与镇定 扫视所有人 凭什么 谁能得到归谁 有人不服 代表了各方大势力的心声 那是石族为我大厦留下的 你们如是不服 尽管动手 大厦皇主冷喝 就在这时 他的头顶上方出现一片璀璨光芒 浩荡天地的波动震出 许多大能差点浮倒在地上 接着一声龙吟穿出 一把龙剑飞出 像是可以震踏诸天万劫 龙头为剑锋 九爪为剑闻 九尾化作剑柄 纵然万轮太阳聚在一起 也没有他的光芒胜烈 有的大能都忍受不住这种威压 纵然有劲气护体 也科鞋倒退了出去 难以承受 急到地兵太皇剑出事了 大厦神朝的人竟将其带到了此地 一声龙吟响出万古 他如一道永恒之光 悬在大厦皇主的头顶上方 让所有人都几乎要顶礼膜拜下去 在这一刻 众人尽若寒蝉 太皇剑出事 镇压诸天 谁人可抗 拥有举世无双的攻击力 嘿嘿嘿嘿嘿 突然 让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声传来 不远处一道魔影处理 眸光冷冽 盯着所有人 神奇念又出现了 所有人都从头凉到了脚 所谓的神奇念一定是不死天皇的恶的一面的体现 这是一尊魔鬼 生人不出 无人可敌 还好 有太皇剑在此 太皇剑几乎可压塌万劫 画成一道天龙 盘旋在空中 无尽光滑照耀天宇 净化每一寸空间 轰 突然 又是一声震动 天宇摇动 一张古卷 从九离神朝皇主的头颅中飞出 悬在半空中 遮盖了天地 天啊 这是九离土 中州不朽神朝九离的极道地平 这张古卷包容天地万物 收纳三千大世界 可将一切镇压与炼化 让一些大能机倒退 口中呸血 一日间 惊现两件无缺的极道地兵 震撼了所有人 没有想到 这两个远古神朝 在关键时刻 祭出了十足一下的仙真 太皇剑与九离土 针锋相对 并没有去镇压那尊魔鬼 而是要火拼一场 毫无疑问 是要争夺太皇的大道烙印 两间极道地兵交战 方圆多少万里都要毁于一旦 不要说此地 就是心腹世界都要崩溃 老瞎子开口 道 不得已 要自保了 哼 他张口吐出了一个罐子 非常的古朴与普通 看不出什么 但是却射人心魄 让人大汗 小子 我们合作 老瞎子拍了拍 断得的金棒 所有人都杀眼了 这是北域第七大寇 图天的上谷吞天魔罐 被第二大寇借来了 此时将与魔盖合一 哼 滔天地危冲击 根本没有人催动 魔罐自己就合一了 真的所有人都恐惧 人们听到了一声叹息 天呐 这魔罐是狠人的身体链成的 不会有他的灵魂吧 远处神奇念都被惊得倒退了几步 可想而知 此冠合一后的威亚 宛如一尊古地复生了一样 狠人一生 举世皆迭 惊艳万国 其极道地兵重新归一了 他不会复活吧 在这个过程中 唯有一人始终平静 那就是叶凡 他手握自迎火古星得道的菩提子 口中含着悟道茶叶 眼睛一顺不顺地盯着 关内的太皇道寒 不断地体悟 哄啰啰啰啰啰 天上雷鸣 震动万丈玉台 一道道粗大的闪电披落下来 接着无穷雷海倾泻而下 妈的谁杜劫了 哪个混蛋哪 谁在这个时候引动了天劫 所有人都变色 忍不住骂娘 最终人们见到了 雷电披向叶凡 他短暂的悟道将开始杜劫了 第594章 太皇两重劫 这一次叶凡真的没有想去坑人 天劫是顺其自然而来的 他并没有去刻意算计与引动 不久前 他经历了八十一道远古天龙累劫 这种天法古今稍有 让他一举突破到了画龙第一遍的大圆满之境 而今他手持菩提子口含物道茶叶 参悟太皇烙印下的天涵 原本就快迈入了画龙第二遍了 一招突破 天劫来得太突兀了 所有人都有些发懵 当明白发生了什么后 这些个大人物坚决而果断 跟一群大白鹅下水一样 劈里啪啦一起往万丈高台下跳 真是个王八蛋 在这个时候杜劫 想害死所有人吗 将下末日天节 狠狠地劈死他吧 所有人都诅咒 但却无比的果断 每一个人都是投也不回的远去 坚定不移地往下跳 没有一点耽搁 因为不走的话 可能连灰烬都留不下来 一个人杜劫 会连带其他人跟着杜劫 遭受与己身实力相对应的天坊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 是一群绝顶圣主级大人物 每一个人所对应的天节都大到无边 这么多人合在一起杜劫 光想想就吓死人 尤其是此地有几件远古圣人的兵机 更有三件几道地兵 若是将这些古兵牵引进来 很难想象会有多么可怕 若是一把地兵对抗了天节 那多半会降下来 古之大地级的灭世天坊 那样的话 不要说是在场的人 就是这片世界都要完蛋 集到地兵肯定无恙 他们早已随古之大地 一起渡过劫难了 在这个世界 再也没有力量可以伤损他们 可是其他的人 与先附世界就不同了 避会毁灭 什么都剩不下 方圆十数万里 都会成为劫灰 见过缺德的 没见过这么缺德的 怎么在这个时候杜劫 这可混账疯了吗 想自毁 也不要拉上这么多人呢 所有人都给吓跑了 如同饺子下锅 稀里哗啦的 从浴台上往下跳 神力被压制 无法飞行 有些人被摔得 鼻青脸肿 但是他们根本不管不顾这些 撒丫子狂奔 顾不上所谓的绝世高手的风范了 全都亡命飞逃 有人临走前 想夺走神奇所留下的棺果 但却发现 叶凡一屁股坐了进去 盘坐在太皇烙印下的道行上 开始悟道 很多人气得牙根痒痒 谁也不敢将他一起带着跑 那样的话 纯粹是将自己绑在了天结上 有决定大人物气愤不顾 想要以远古圣人的兵器出手 将其毙掉 但是山谷吞天魔冠在沉浮 如古地复生 快压他万古诸天了 所有人都只能退走 这个混账小子 他的屁股怎么那么值钱 妈的竟坐在了太皇烙印上 真是个天杀 这次没完 等他渡过雷劫再说 人们尽管很不甘 但也只能飞逃 你可真是个诅咒 早不渡劫 晚不渡劫 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老瞎子也不能镇定了 一边搓手 一边翻白眼 叶兄弟对不住 时间来不及了 你还是自己在这里渡劫吧 段德一脚将古关给踹了出去 远离吞天魔冠 叶兄弟 给你这根圣人画道 留下的圣骨方身吧 野蛮人扔过去一根金色的壁骨 而后几人也逃之夭夭 不然的话 让上古吞天魔冠在此经历天洁 麻烦就大了 这片世界连灰都剩不下 哗啦 在出离极道地兵保护范围后 叶凡将一张古卷取了出来 晶莹闪烁 像是以日月精华助练而成 但却非常柔软 它呈四方形 边长能有一米五左右 铺展开来 上面偶尔有星辰一闪而没 清零而祥和 正是在汉人安息之地混沌龙巢中得到的先真 至今叶凡都不知道他是什么 但是眼下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以他抵抗此地的可怕为压 早在太古年间 猴子的老妇斗战圣皇就已收藏过他 而无尽岁月后又落入了汉人大帝的手中 肯定不是凡匹 果然 这张星辰卷一出 历史抵挡住了不远处 五色神兵中 那张人皮一出的绝世能量不动 虽然这张古卷没有什么强大的气息 但却可以隔绝外界不死天皇的人皮带来的影响 不是几道地平 像是一幅地土 叶凡大吃一惊 在不死天皇的气息流动过来注入先真中后 上面出现了一些模糊的星雨 轰 然而他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了 天节降临了 扑天盖地向下打来 一瞬间将整座高台淹没了 叶凡走出古关 盘坐在旁 盯着棺底板上的印痕 眼睛一顺不顺 手中的菩提子滚烫无比 助他无道 口中寒的神茶叶 让他心中一片清明 精气神高度集中 集体与神识达到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程度 此时他陷入了悟道境中 他真切地见到了太皇经 古关底部一幅人形寒迹如附生了一样 像是万古前的人皇一天归来 在其背上 那条脊椎骨是一条大龙 昂首而名 栩栩如生 似贯穿了古今未来 整幅图皆是道汉 但是叶凡只盯住了那条大龙 这才是他最需要的东西 对应画龙秘境的悬法 就如同当年的西皇经一样 他只见到了五幅道汉 并没有一字一句 却记载了最为本源的心法 眼前也是如此 这是一部古今 太皇晚年吹毛求疵 对其进行过改动 最终留在了关中 轰 万丈雷海打下 夜凡窥然不动 沐浴雷结中 参悟画龙圈的古今 无我无 唯有一条大龙 心中一片空灵 电闪雷鸣 万丈雷海 白茫茫一片 而后又紫茫茫一片 随后又赤茫茫一片 各种颜色的雷光 暴闪个不停 远远望去 那里彻底被淹没了 这是一片天洁的海洋 可不电海浩荡十方 摧毁一切 那些大人物们站在远处 全都惊异莫名 一个画龙秘境的修士 竟然引动来这么可怕的天洁 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总算是没有远古圣人的兵器力竭 更没有集到帝兵参与当中 不然我等皆不复存在了 万丈玉台上 夜凡将顶记了出来 共同接受雷结的洗礼 如此才能够交织法则 演化成为圣兵 不管外界是否有人可看穿雷海 也没得选择 只能如此 他想万物母系顶进化 每次都要与他一起历劫才行 这一次没有再出现 八十一道恐怖的远古天龙 但也相当的可怕 各种巨大的闪电连续披落 夹杂着混沌天雷 雷光霍霍天地震动 光滑溯空 万丈玉台若非古地安息之地 早已被劈成碎渣了 夜凡心神拧静 盯着关底的大龙 双眼射出的两道龙形光束 连接到了道痕上 他的双眼一会迷蒙 一会空洞 一条天龙在盘舞 在其眼中幻灭了 有心声 到了最后 他的双眼中映照出两条大龙 再无其他 与此同时 他的脊椎骨暴响 如龙吟洞天 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数个时辰 天结不断 夜凡极力抗衡 但却也在不断参悟古惊 哄 最后一声雷鸣 天地间终于复归了清明 天结停止了 小境界的雷结 不如晋升大秘境时那么可怕 但是却也相当的害人 且相比其他人的天结来说 大了很多倍 远处众人无不惊悚 眼见一切终止 所有人都向前扑去 想要重新登上万丈高台 然而 朗朗乾坤再次降下雷暴 一片雷海重新将内里淹没了 轰 天结又显 摧毁万物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又开始继续了 天 这可是一个妖孽啊 在上古年代 也没有几个这样的人 他又晋升了一个境界 在连续的渡界 人们吃惊的发现了一个事实 叶凡竟是连渡两截 让人震撼 刚才天结停息时 你们见到了什么没有 那是万物母七顶 没错 那是万物母七原根 万虫玄黄气垂落 这样说来 他是东方的那个小子 所有人都是一代 而后醒悟 也唯有他 才会有这样浩大的天洁降临 叶哲天 叶凡 王阳战怒吼 怒发冲冠 白须飞舞 阴阳教的圣子与圣女 都被叶凡斩了 让这一无上大教丢尽了颜面 且攀陶盛会时 叶凡更是引动朱雄进入万龙朝 让他的继承者 阴阳副教主 死于非命 东方的叶凡 萧云生眼中闪动 利涉 拳头钻得咯蹦咯蹦响 原来是这个小子 端德摸了摸鼻子 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一些往事 当然印象最深的是挨狗咬的旧事 最后咕弄了一句道 马道 叶凡参悟太皇经画龙篇 连渡两重天节 此时电闪雷鸣 但是他却很沉静 这一次杜劫 他一下子晋升到了画龙第三遍境界 实力暴涨 提升了一大劲 终于又过了三个时辰 他将画龙篇烙印进脑海中彻底悟道 让其成为了自己的玄法 至此他掌握了画龙秘境的最强经文 画龙第三遍 叶凡站了起来 心中澎湃 无比的激动 他感受到了无以伦比的强大力量 天节还未停止 不断披露下来 打在他的身上 但却难以出现胶痕 倒是万物母气顶上出现了很多纹落 那是先天神闻 顶交织出了自己的法则 演化出了万物母气顶的道痕 这是一种蜕变 叶凡的眉心处 一尊如神灵一样的金色小人盘膝而坐 宝像庄严 口中不断的吞吐雷光 这是他眉心的金色小壶化形而出 成为了人形 历经天节 共同接受洗礼 最终 金色小人张口一息 将万物母气顶吞了进去 随着他的呼吸而出入 无比的神秘 顶缩小到了纸节大小 但却更加璀璨了 随金色的小人吞纳而动 与叶凡不分彼此 合为一体 雷光缭绕 不断淬炼金色小人 还有那口小顶 而叶凡的肉身 更是雷海交融在了一起 过了很久 叶凡才长出一口气 吐出万丈雷光 望向四方 古官并未被天雷劈碎 他无比的坚硬 因为他是以不死术克成的 拥有不朽的特性 神奇念 叶凡心中一惊 他眸光扫向四野 发现了那尊母 就站在万丈高台下 眼眸如刀 正在冷冷地看着他 他盯上我了 不过叶凡转念一想 冷笑了起来 此魔惧怕天洁 不然早已扑杀过来了 他望向不远处的五色神兵 很想把这宗仙真取走 但是不死天皇的人皮气息太浓烈了 没有及到地兵 很难将其收起 也不知道过去多少万年了 在太古前的岁月至今 那张皮还有晶莹光泽 发丝成紫色 汗是有亮 人皮上沾染的血液 则五彩分成 最后叶凡抬起头 向更远处的山卵望去 那里有很多道人影 以他的神眼 可以清晰地见到他们的表情 亡羊战脸色铁青 阴阳教的人皆杀鸡毕露 全都在死死地盯着此地 此外 萧云生也在咬牙切齿 半步大能萧智 更是无比的怨度 口中在诅咒 叶凡甚至能够通过口形 洞悉那些人在说些什么 他竟然连渡两重天界 真是害人 不过他活不成了 一旦下来 我要将他挫骨扬晦 今天 我就是要扼杀天才 让他行神俱灭 醒夜的小子 我要抽了你的筋 扒了你的骨 将他点天灯 这就是阴阳教 以及萧家的人的怨毒诅咒 叶凡想了想 抱起棺材 带动着滔天雷劫 向下冲去 神奇念第一个感觉不对劲 从未见过有人杜劫还这么嚣张的乱跑 很快他明白了 这是冲他来的 这尊魔第一个行动起来 撒压子飞奔 没有了那种舍我其谁 冲林天下的可怕兄姿 他如此强大 要是杜起天节来 必将会惊天动地 这个世界都要被打穿 接着 阴阳教小姐的人也悚然 全都开始撒腿飞逃 其他人健壮 也都大呼不妙 立刻远蹲 这个缺德的小子 引动雷劫 批我们来了 第五百九十五章 万劫 叶凡跳下万丈玉台 兜着那些人的屁股 追了下去 带动万丈雷海而动 谁见谁晕菜 全都拔腿飞奔 天节如汪洋 一望无影 电芒闪烁 沟洞九天 淹没大地 无比可怖 所过之处 土石焦灼 山风崩塌 深阵长空 耳骨降临 这是一幅 末日一样的景象 茫茫一片 无穷无边 没有尽头 颠海 横扫一切 什么都不复存在 夜凡所过之处 大地快速成为焦土 生机绝灭 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 即便这片空间 镇压神力 难以运转 但他也几乎 足不沾地 如飞而行 快速追赶神奇念 雷光千万道 清晰而下 如果在平日 别说是他 诸多大能一起上来 都难逃一死 这是不死天皇的 恶念化形而成 恐怖无比 可是 面对天解 这尊魔 没有一点脾气 跟一只受惊的 小白兔一样 撒腿狂奔 根本就不敢抵抗 神奇念 传说 是神灵的 恶的一面的体现 本体死后 才化身而出 难以磨灭 然而 世间是否有神明 根本就不得而知 到了现在 可以确信 古之大地 若是死后 也可诞生出神奇念 眼下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 这种生灵 早已忘记了前生 如今只是一种 莫名的存在 空有强大的神能 但却是一尊 名副其实的魔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人 祖达到了这种 强大的地步 完全可以掉头 杀回来 闯进雷阶中 毕掉一番 但是 偏偏神奇念不行 他纵然实力再强大 也无用 因为他是逆天 而生出的魔 是神灵 或者古皇死后化生出的 与天地大道相悖 不允许他存世 若是平日还好 一旦出现天结 引火到他的身上 必然是万劫轰顶 大世界巨灭 那种强大的雷法 只要他引动了天结 根本没有一丝可能活下来 肯定会形神巨灭 因此 见叶凡追来 他没有了往昔的霸气 撒丫子讨论 远山 众人都驻足 见到了这一幕 都有些发症 即便是手持 几道地兵 都不见得能够 奈何了神奇念 不曾想 此时 他却被叶凡追着逃 我觉得 来一尊远古圣人 都不一定能够 镇压这个魔鬼 可是 他却如此的惧怕雷剑 哄 天地暴动 雷光朔朔 催哭拉朽 将一片山地 给炸平成为了一片不毛之地 烟尘弥漫 啊 神奇念长笑 满头紫发乱舞 害人之急 他愤怒无比 碰 他徒手裂天 划出一道长达三十几里的空间大裂缝 隔断了后路 想要挡住叶凡的追赶 远处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这仅是随后一划呀 就有如此可怕的威能 在场的人上去 绝对会被一击毙掉 哄啰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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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凡紧追不舍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 现在不干掉神奇念 他多半就必死无疑了 这个魔鬼早已锁定了他 在其杜劫时 死死地盯着那张 从混沌龙巢中得来的古剑 眼中的贪欲是不加掩饰的 叶凡不仅运转行字诀 而且将阶子密触发 十倍提升极限速度 但是依然追不上这个魔鬼 他心中悚然 真不知道这尊魔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不过就在这时天地有感 竟从他的雷结中分化出一小部分 静止披向神奇念 哄啊哦 雷声不觉 天地震动 魔鬼怒吼 他秉承至阴之气而生 是骨质大地的恶念显化 最怕天机临身 咔 这尊魔鬼身上冒起青烟 像是冰雪消融一样 刺刺地冒着至阴之气 他亡魂皆冒 生怕惹来自己的天气 远处的山栏上众人瞠目结舌 好半天都无语 叶凡就像碾死狗一样的追赶神奇念 若是平日谁敢对这样的魔鬼动手啊 纵然是有一万条命都不够杀 好 神奇念一声大吼 凭空越万丈 此地即便是阵风了 也不能够阻挡他的无上伟力 一下子就来到了高台上 因为此时他感觉到了末日危急 天地大道似乎觉察到了他的存在 天法即将降临 刷 他化成一道无光 一下子就冲到了五色尖兵前 跪幅在地 对着那张人皮叩手 他仅是从不死天皇的肉身中 画出的一缕致阴恶念 甚至原本的主体有多么可怕 轰 天地被淹没了 弯节轰顶 从天而降 将高台笼罩 现在根本没有单一的闪电之说 那是一道通天之光 从永恒未知处降落下来 贯通了天上地下 古今未来摧毁一切 天哪 万劫林顶毁灭神奇念的 惊世雷劫出现了 真是恐怖 这种雷光熔炼为一体 远古生人来了都要打 当时还有谁可以挡住吗 人们皆惊呼 这种天地大劫也不知道 有多少年未发生过了 他们只是在古籍记载中见到过 大音牺牲 万劫将士却没有什么声音 唯有无穷的毁灭之力 要将这个世界都打碎 坏了 这个小子惹大祸了 他引动了这么大的雷劫 即便是劈死了神奇念 但是这片小世界也要崩溃了 雷声终于传出了 竟然如猎天一样 发出了轰鸣 万劫林事 许多人都骇然 竟见到了成片的天阙 且又人形生物降落 远处叶凡心中一惊 他上次对抗八十一条远古天龙时 也见到了古天庭虚影 不曾想今日天地又一次显化 镇压神奇念 哦 万丈高台上 神奇念大吼 充满了不甘与愤怒 身体被雷光打得不断地抖动 变得虚弹 那是 突然众人吃惊 神奇念跪在了五色尖兵前 不断地叩首 那里面的人皮 竟流动出诡异的光滑 死去无际岁月了 最起码有上百万年之久了 一张人皮还有大道法则流动 这太可怖了 最终神奇念虔诚地跪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出 将封有人皮的五色神兵 高举在头顶上方 什么 万劫天罚在蜕蜕 这 这就是不死天皇的威势吗 可号令天地 即便是死去这么久了 一张人皮还有如此的威力 所有人都变色 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很难想象他生前会有多么强大 难怪太古万族将其视为超越神灵的存在 不过 即便是这么短暂的一瞬间 神奇念依然被打得差点形神剧灭 身体破败不堪 随时会散掉 万劫天罚消失了 那里渐渐恢复宁静 这就是骨质大地的威能啊 不走到那一步 永远也不知道那些骨黄与大地有多么可怕 另一边还在电山雷鸣 叶凡的天节还没有过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的雷节比万劫天罚 看起来声势浩大很多倍 因为他扫平了一片又一片的山峰 锁过之处 尽城焦土 天地间到处是雷光 而万劫天罚 刚一出现就消退了 这个王八蛋冲着我们来了 远处众人惊怒 叶凡带动无穷雷霆 化成一片赤电的海洋 冲了过来 叶凡估摸着时间快过去了 现在可不能浪费一点光阴 他要借助电雷杀出去 不然被一帮绝顶人物堵在这里 凶多吉少 拦住他 天罚快消退了 不能让他带走神灵的关国 古之大帝留下了一部古镜 就在关底上 一定要接下他 其心可助 引动天洁祸乱神徒 当杀了他 他身上有万物母气顶 那等若吉岛地兵的粗配 为无价的神物 许多人都在躲避 但是阴阳教还有萧家的人 却在极力挑唆与怂恿 让人们阻挡 叶凡的步伐 哼 叶凡冷哼了一声 距离太远听不到 但是他生有神眼 见到了他们的口型 对这两族人生憾 轰 他头顶一望无银的电海 笔直地冲向阴阳教育消架 都到这种境地来 对方还想灭他呢 他也没什么好客气的 远离万丈玉台 横渡过那条太阴河 许多人都可以初步飞行了 但是叶凡依然追了上去 行自觉天下无双 这个混战追过来了 纵然身为大能也变了颜色 更何况这外部地域 还有一些半不大能等候 更有不少的太上长老眺望 叶凡首先冲萧家追了过去 萧云生还有萧智 那是明言要对他抽筋扒皮的 此时他很想一举毙掉这些人 莫要惊慌 都到我这里来 王阳站开口 头上垂落下红黑两气 一枚古镜臣服 镇压这片小世界 他的天节快过去了 我以这残损的远古圣人兵器 足以攻杀进去 王阳站传音道 这是一种威慑 其实他心中还是无敌 所有人都聚拢向阴阳教主 躲避杀星 当被红黑二气护住后 众人皆馋出了一口气 天节过去后 火劈了他 众人咬牙 夺走他的万物母气顶 将他做成火把 点天灯 萧云生咆哮 他双臂被叶凡打成肉酱 虽然一念再生 但却是一种耻辱 我将他的骨头一根一根地抽出来 慢慢地敲碎 萧智也怨怒 他身为半步大能 也吃了大亏 然而叶凡怡然不惧 精直向王阳站冲去 杀向这些人 他的雷劫不是快熄灭了吗 怎么还敢过来 这是叶凡眉心前 那尊金色的小人 张口一吸 无穷雷光 被吞了进去 如此对抗 天节又猛烈了不少 哄 王阳站心头巨跳 一下子皱起了眉头 而后跑了 如飞而去 没有敢祭出残破的圣人兵器 生怕沾热上天节 众人一证 这个活跨石 竟然逃了 不敢让远古圣人的兵器立节 阴阳教另外几位大能 还有一些太上长老 以及小姐的人 也是立刻狂奔 然而叶凡的速度太快了 行字却运转到了极致后 触发了接字命 他本已经具有极尽速度 又快了十倍 瞬间就追了上去 这些人不是神奇念 根本就不可能甩掉他 轰 雷海降临 不少人遭雷劈 但却不敢拼死抵抗 怕惹来自己的天节 只是被动的防御 叶凡重点盯住了 萧云生还有萧志 追着他们不放 而在这个过程中 阴阳教数位太上长老 终于是引动了自己的天节 啊 惨叫传来 他们一生都没有经历过雷法 这是妖孽自治的人的专属劫难 此时对抗太上级天罚 竟然难以承受 卷入当中的三人 时间不长就被披成了灰烬 阴阳教三位太上长老死于非命 萧志 你哪里走 叶凡追了上来 在雷劫中 使万伤弓射了一剑 当场引动一片雷光冲了过去 啊 萧志对抗 触发了自己的雷劫 那是属于半步大能级别的天罚 相当的猛烈 他虽然在竭尽所能抗衡 但是终究不能抵住 时间不长 砰的一声 他半边肩膀被劈裂 白骨肠森森 血肉胶着 可不比 轰 雷光再降 萧志坚持不住 胸骨被劈裂 五脏都被震了出来 一片焦黑 惨叫连连 啊 姓爷的小子 我绕不了你 轰 有一道大天节降落 半步大能萧志的身子 被活生生的劈断了 骨头都焦黑了 但是还未断气 你不是要活寡落吗 叶凡没有一点怜悯 啊 轰 五重雷劫同时降临 轰在了萧志的头顶上方 他的头颅顿时崩裂了 雾雷轰顶而亡 最后 萧志只剩下一段交叹 彻底的死于非命 远处众人倒吸冷气 这就是恐怖的雷劫 天道无情 毁灭一切 一般的修士根本没有杜劫一说 至死也不会遭遇天劫 只有极少数杰出之辈 才会有劫难 而今从未杜劫的人亲身经历天罚 这是一种无比可怕的事情 让不少人答案 萧志 萧太师眼睛都红了 杀气冲天 盯着远处的叶凡 此时 叶凡正在追逐萧云生 这个人屡次责难 想要毕掉他 到了现在 他自然不会放过 脑袋被门挤扁的那个家伙 你给我站住 萧云生听到这句话 气得差点凸血 在万丈高台上 他以为可以碾死叶凡 结果却让对方将他的额骨给踩扁了 此时 叶凡如此的叫号 可谓打人打脸 骂人皆短 气得萧云生 青筋暴跳 怒发冲冠 脑袋被门挤扁的那个家伙 你听到了没有 我说你呢 小杂种 萧云生 蹊跷生烟 从鼻子向外喷火 若没有天洁 肯定会冲过去 火寡的对方 这就是东方的那个妖孽啊 叶折天叶凡 是同一个人 为当事圣体 远处 所有人都惊叹 一个画龙秘境的修士 兜着一位大能的屁股追杀 这可真算是一种奇观 完了 萧云生活不成了 他被雷姐给追上了